我們來講台灣的核廢料的處理 我們也很高興今天主持人 由台灣教授體育委黃豪主趙紀仁葉國陽教授來主持 因為等一下我還趕長 在參加一個座談會可以陪大家 所以先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那我們就等一下請葉教授來主持 謝謝王維會長 其實時間上還有幾分鐘 不過大部分都很踴躍 各位來賓 各位先進很多都是前輩 其實我在十大小組放光光電視的時候 上都很多裡面的重要人物 感謝你們來指導 今天辦這個活動當然是因為我們電廠長期都受到民眾 我們等級的關注 尤其是日本三一之後 現在520正要上任 是不是我們就很厲害辦這個活動 大家來討論一下新的政府 一個參考 也很感謝我們連任會的準主委 謝教授來立體指導 謝謝你 謝謝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卓教授 卓教授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11月多的時候 那個財團 那個 社長法人 八八八監督核電廠 聯盟齊會有辦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有去聽 感覺相當不錯 那今天一年之後 他4月回來 那4月回來的時候 那個 劉瑞珠 團長就跟我講 欸 從教授回來啊 趕快來就派家我們的會長 我們在上幾個禮拜開會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很高興能夠請他來講一下 那我介紹一下卓教授 卓教授是1971年的清華大學 物理系畢業後到 接著去取得美國BISCO 或者是物理跟 輻射、黃霧、壽視學位 跟MIT 美國MIT的 博士工的博士 在這方面相當多的經驗這樣子 那我不要耽誤太久 我們就直接就 歡迎 那我們這時間有一個小時 那另外還有半小時的一個 當然時間我們可以做個彈訓這樣子 那是不是我們就 副長來歡迎我們的卓教授 謝謝 沒事沒事 很糟糕 非常謝謝台湾教授的會員的招聘 謝謝會長的介紹 謝謝台湾教授的介紹 非常高興你會有機會 來這個機會 讓大家趕快去進去 那我現在的會長 我還是要加速公開 輕鬆就好 讓我看看好話語的 聲音太小 那這個 因為我長時間做理 所以我對台灣的交友 人家的興奮 要在所有的情緒 不正常都在場上 所以我 你要給我嗎 好 聽到這個 知道這個 南瓜教授的關係 當然 他給我講的 比較熟悉的高階 對於這些用過燃料的 處置跟管理的問題以外 我對於這個低階的問題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 教授協會邀請以後 我就先做點過課 尤其對台灣的這些 低階不必要的問題 做一個小點 那我準備的材料 尤其低階方面 跟高階方面 用過燃料的價值準則 可能有些地方 不是很正確 所以 如果有些地方 你們覺得 有意見的話 你們就 聽出來 跟我調整一下 這個主要是我的看法 那我現在 對不起 因為我比較習慣用英文詞 所以我 PowerPoint 都穿插中文英文 那我也把以前的資料 我寫的 PowerPoint 拿出來 這樣畫比較快 但是我今天 有一些 尤其台灣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就 永遠 永遠 好 那麼這是我講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 當然這個很快就講過去了 就是說 你分類怎麼分類 這個 核廢料怎麼分類 台灣核廢料怎麼分類 第二個是講 台灣的低階核廢料的管理 目前管理的情況 第三個 我們就講的 第四項 我要講這個 最終組織 不管是低階的 或是高階的 那最後一些 最後一個就是我的結論 然後 給未來的祝福 給你們 全輩教授 做一些建議 當然是我自己看法 如果你們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可以 利用在Q&A的時間 稍微交換一下意見 好那我現在前言裡面 就是說我在閃地亞上過班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這個不代表我以前 他們上班的閃地亞 我比較選擇 也不代表 我有交過了台灣的清華大學 或者是大陸的西南科技大學 不是代表我們 我們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一次交換人 一點 我也希望能夠有這個機會 各位聽聽你們的看法 好 那這個 這個 河飛亮的管理 跟最終組織 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你不能夠說 我先暫時 中期組織 或是暫時組織 然後 等到過了五十五十年以後 我再來考慮這個最終組織 其實這兩個部分 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個 中期管理的時候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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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要不用組織 那最後一點 就是 台灣 當然 我們有時候 你也沒有很注意 台灣 尤其是媒體 喜歡用這個專家 是不是 剛剛可能有 我現在有介紹 不想直接搞事 因為見到我們是專家 我 我 對這個專家的名詞 並不是很同意 我覺得 比較 其實我不是專家 我只是對於這個 追蹤組織 跟核廢道的問題 有直接的參與的經驗 然後 有比較 有實際的工作經驗 然後有接觸到 各種不同語域的人 那 這是我對這個官方的了解 但是我不是一個 英文叫做 subject matter expert 通常美國講expert的話 叫做subject matter expert 就是說我對這個領域裡面 某一個題目 特別研究 那這個人 這個人 這我們才可以創作專家 我講地詞就好 我們講地詞 地詞裡面有很多不同題目 對不對 那地詞題目我講 講地震 講地震 地詞裡面的地震 如果這個學者對這個地震問題 非常有研究 但是這個就是地震的 這個組織的一種專家 對不對 就是說 我意思說 這個媒體 都應該 擔任專家的名詞 所以說 我也不能說 我是核廢料的專家 我認為我是核廢料的了解 然後 有做過實際經驗 所以你不要叫我專家 那台灣的核廢料的分類方法 是跟美國是一樣的 就是說 根據美國的核廢方法 那就是高階核廢料 那美國有高階 那台灣是沒有這個臭肉的 這個 Trenching that 這個台灣沒有 我想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是因為 超幼情況之下 就是在 有核武器的國防設施裡面 才會產生 那美國是有的 那我也介紹這個 超幼核廢料最多群組的 我還有這個 說不定 應該有 那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說 這兩倍以外 就是 比C-class還要高的 這個是美國 台灣的核廢料 另外 滴血核廢料 滴血核廢料 滴血核廢料分成 ABC 那ABC的分成 一般來說的話 美國跟台灣分類的話 根據這個 這個 狂熱性的 concentration 就是說 所以我是 每一個 工課裡面 有多少 貝克 Ecrow和Brown 而不是 然後也有考慮到 那個 判斷器 但是沒有完全按照 判斷器 那 如記上來說的話 國際的標準是用這個 IAEA的標準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 財富的IAEA 就是說 它是 根據 這個 核 核種的 範圈器 看它的 要花多少時間 幾年以後 才會不會 變成一半 這個範圈器 就是說 它的危險性 時間通常 跟它的 風格性 DECO DECO 這裡面 從這個方法分的話 它就可以分成 高階的 又不然 要的 中間的 intermediate 低階的 或是 範圈器 很短的 然後 風格性 力量很低的等等 所以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的 台灣的分裂方法 是跟美國一樣 但不是跟 一般的實驗上 其他國家 大部分的國家 有的方法 大體來說 這兩個分裂方法 是一樣的 大體來說 但不是完全一樣 所以說 你在處置的時候 最終處置的時候 你考慮的問題 就不是完全一樣 那我們沒有時間 講那麼多 或是大概上面 再給你們介紹一下 那台灣的 那個 TJ核配料 馬里 我們來講 TJ核配料 第二項 TJ核配料 它呢 它呢 主要當然是 台電 那台電的話 台電的話 就估計 所有 未來的 包括現在也有 跟未來的 可以產生的 TJ跟中階的 加起來的話 包括小量使用者 小量使用者包括 合理研究所 一些學校的實驗室 工業用的 這個都是少量的 大部分還是台電 通加起來的話 如果你包括目前的話 如果說 核電站 運用四十年的話 台電的估計是 大概差不多三十萬個桶子 大概三十萬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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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又估計 這個是目前 就是說運轉的時候 產生 那裡如果是 土運的時候 還會長這麼多 土運的時候 還會長這麼多 核電匯 在中間 它估計的 是大概四十萬桶子 所以 加起來的話 大概差不多 總共加起來 大概四十萬桶子 當然當然數字 很 很理想的估計 會不會太少 就我們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沒有群力 所以團結報要知道 到底最後會有多少 我想 很可能是到達一來萬桶子 那一桶一桶 只是五十五加五十的體積來算 好 那現在 台電的 目前的 你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 台電 這個三河邊這樣的 假設運轉 事實上 為什麼只有 這些 來與這些 融蟹 那原來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台電在 1991年的時候 開始使用 然後 然後 1993年的時候 開始 行動 這個 壓松 這兩個 開始使用的時候 就使得 這個 運轉 核電站 在運轉的時候 產生的 體系核廢料的量 減少很多 所以 他的 但是 南宇的 那些體系核廢料 暫時都比較少 從1982年到1995年 那種時間 這個台電的 155年會怎樣 用這個 弘化五台電的 還沒有太多東西 那我 對這個 焚化五的 關心也是 最近大概 幾個月 兩個月 比較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以前沒有想到 我不知道台電 有用焚化五 那 我在 蘋果做到寫一篇文章 我想 有的人可能看到 我對這個焚化五 提出一些問題之外 就是說 台灣的焚化五 排出去的廢氣 放到 空氣裡 因為它有一個 有一個 過濾系統 能夠吸附 盡量吸附 這個放射性 所以不會 全部排回去了 但是 我的問題是說 你放出去的 空氣的 放射性的 高度 是不是 可以 讓我 讓我 可能老百姓也會 問題 我知識安全 這些問題 那 我的問題 就是說 我沒有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很正確的答案 我昨天去台電 跟 原廠的職位也提出 重要的一些地方 那 他們給我的答案 沒有完全 讓我相信 那 如果你們 要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個 我看那個 那 這個是 台電現在目前 暫時存存的 一些和平要的說 所以 和3 我曉得也有 是從 台電的網站上面 和1 和2 和3 這是和3 和1 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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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這網站 是台電的 和2 和1 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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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 和2 和1 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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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都是 廠房裡面 可能就是比較有一點 注意到 比較有問題的 所以說 比較不會有問題的 那我們再來看 萊宇的迪德維克 他是釋懷的 又卡了邊 我不曉得裡面幾個人去過萊宇 看過的人 我自己也去過 我去過的時候是 台美 南聯福大廷的會議 有一次開會是在台灣開會 那我代表裡面過 因為美國國家 我那個國家實驗室是 所以我說代表裡面過 台灣開會他們幫我安排一下 去唱歌 我去唱歌 我又蠻多了 你後面見不清楚嗎 還是我國語想知道 有人見不到 聽不到是不是 OK 那我就 我進來用麥克風好了 你要這樣就好 所以 我那次去參觀的時候 還沒有重新 叫什麼重新包包呢 重新 他們也沒有打開那個 水泥的蓋子 上面就有一個水泥的蓋子 旁邊的還沒有看 所以我不曉得裡面的情況 所以不瞭解一下 那時候代表美國政府 所以也不是很方便 太多物理 我現在已經是退休了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仔細去瞭解 藍宇的蓋子 這個只是一些設計的資料 可以給你們大陸參考 那個藍宇的蓋子和味道暫時處存 是就我了解 198年開始 蓋的時間可能是 1997年 1979開始 當然是計劃的時間很正常 因為我看到的資料 什麼時候開始運轉 什麼時候停 大概運轉了 大概13年左右 我們看一下 藍宇的機械和味道 我剛剛給你們看過的照片 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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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三十年 然後 就我了解 所以剛開始幹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 藍宇憋和味道的 整個這個 要做的目的是什麼 很公開告訴當地老百姓 所以當地老百姓 所以當地老百姓也就誤解 中文叫做一二二二 二創 然後最近老百姓 對 這個很不同的講法 我看到的 阿烏族的資訊是說 他沒聽到的消息是 台灣的政府 他們這樣 這是一個 那 人這個人 為了網站 是 否認的 那我想 比較可惡 就是說 所以當地老百姓的 從一開始 這個事情 對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 所以當地老百姓的 人 對這個 從一開始 這個事情 對這個 整個事情 就是這個 TK很會要的 戰時組織 就非常不新的 再過來 你看看 都是室外的 如果說 把那個 室外的 看戰時組織 放了三十年 跟台灣的 合遍戰的 看戰時組織 比較的話 你就覺得是 非常的 不一樣 不出的 然後呢 他重新 剪 剪 剪 是開個局 是2007年 大概差不多 到2011年的時候 做完 然後 台電 他 證明說 一切 就放回去 原來 這就很奇怪 中國 觀念來說 你如果知道 在那個地方 有這個 腐蝕的問題 為什麼那個時候 在重新發狀況的時候 不適應 或做一個 很詳細的 全盤的思考 這個 戰時組織 要怎麼做 他們就是 做完以後 重新放回去 好 這個是幾張 探訊 我想你們可能 大概都看過了 這個 不然還是放回去 那 我裡面有一些 我自己的觀念 就是說 我看到 他屋主的訊息的時候 使我感覺就是說 沒有讓當地的距離 跟工人 工人都是 都是外面的 大部分是當地的人 沒有一個 有一個 我覺得他們做這個 輻射防護的部分 跟 主管單位的 管事單位的 臺電跟 軍事人會的 管理 裡面的東西 讓有老百姓 能做這個 工作的人 有信心說 你去做這個工作 是安全 所以說 一直有一些 一些 地方的 證明 一些 認為說 我去做工作 使得 無色照色等等 所以說 這個就是 信任度的 無厚的問題 產生各種不同的差異 所以 我裝完 動完以後 還要從裝了一起 一樣 所以 我看這個來語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提出來幾個 有問題說 你沒有在 開始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把這個 這個事情 講清楚 跟地方的講清楚 我真的是要做什麼 所以就產生一些 不相信 所以 台電 跟原主人 我也不相信 對吧 所以 這個就是 另外 貨買 台灣的政府機關 也跟 當地人 有承諾說 要辦回來 說的 辦回來 也是沒有辦回來 就是說 你 這個 一直放在外面 又有這個 海水的 空氣的 使得 你現在重新 檢測完以後 放回去 這個腐蝕的問題 還是會繼續選擇 好 那我現在就 再轉一個題目 講這個 又或燃料 我不曉得你們對 又或燃料的 暫時解決 有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我就選了幾張 比較簡單 讓你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你已經了解 的話 那就 我稍微調整一下 就第一個 你那個 優然要從 原子物裡面拿出來 爐子裡面拿出來 的話 第一步要先把它放在虛擬裡面 因為它原子物很容易 讓它衰變到 一段時間以後 才可以想 再怎麼做 關宿儲存 還是直接去 再處理 對國家術再處理 或者是絕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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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台灣現在目前是 舊了一層 但不做再處理 可能與發出些 直接從水 那當然 幾年前 一、兩年前 台內有一些想法 想 有一部分的用人 要拿到外國 拿到外國去 再處理 好 那這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圖表 大概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 優惡然要 從那個 融子裡面拿出來 的話 它的那個 放射的那個 那個 能量非常高 要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 至少要五年以上 十年 要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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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 這個 還有一些其他的人 各種不同的 這個 Fernard Fernard 我稍微講一下 Fernard Fernard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 荷蘭廟 新的時候 他放到爐子裡面 要燒多久 三十三 Gitawasa Dem 然後 聽不清 Dem Naked tongue Heavy metal 就是說 他每一頓 的燃料 放在水 放在爐子裡面 總共燒了 三十三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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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的九次方法 就是說 花這麼多電 然後 背的時間 大概是時間裡面 通常 三十三的話 大概差不多是 在爐子裡面 大概三年 比較早以前 70年代的時候 的核電彈 大概就是 一年就一次大修 所以最長的 在爐子裡面 三月 所以最長的 大概就是三十三 然後 1980初 開始就 用濃縮比較高的 濃縮比較高的話 它在爐子裡面 可以發電的時間比較長 這樣的話 它大修的時間 就可以從十二個月 延長到十八個月 那對核電廠的廠商來說 發電的工資來說 是好處 知道嗎 因為你一發電就算錢 你一停下來大修 就沒有發電就沒有算錢 所以 全世界的趨向 從1980年代以後 都是走高 高燃亮的 就是走到 差不多五十幾個 低高80倍 那台電也是一樣 大概都是十八個月 那當然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乘以三 不是十八個月 對不起 就是五十四個月 因為它放進去以後 每一次大修只有拿三分之一出來 所以三分之一 用最久的就是十四個月 三分之一 那時候三分之三的話 只有用三十五個月 這個就會影響到 你幹事主的一些材料的問題 我等一下 我講到幹事主的後 再提一下 那這個是大概 跟你們講一下 哪些何種的 半摔形物場 我們講一下這個 這個都是 我選的幾個都是 都是一萬年以上的 五二三九 有最長的 當然這兩個是天上的 又二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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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可以看 有一個 二年二三五 大概都是百萬年 百萬年以上 所以通常在水池裡面 大概可以 台灣現在目前 大概三十年 三十年以上 那不需要把它放進去 所以不需要 不會說把它放到水池上 所以三十年以上 然後呢 我就放到外面去 這個設計是 垂直式的室外 台灣現在是這樣 就跟美國的意思 那它的設計是 外面有一個 水泥的保護箱 這個水泥保護箱 它有通風口 下面也有 上面也有 但是利用這個 自然的循環 空氣循環 經過裡面的金屬罐子的 這個 使得裡面的空氣 都更加熱氣 都從上面出來 大家就說 不用空氣的自然循環 來保持這個罐子的溫度 跟保持燃料 通過燃料樹裡面的溫度 因為燃料樹裡面 它有設計標準 不可以超過什麼溫度 所以外面的就是水泥保護箱 裡面是一個 無鏽鋼的一個金屬罐子 金屬罐子呢 它 你要放進去燃料樹 用不燃料樹 你需要 最後有一個蓋子 你沒有蓋子 沒有辦法放進去 對不對 有一個蓋子打開 放進去以後 它做的方法是 弄乾 然後抽起司 然後蓋子 讓它鋪放進去 反而又看這個房後 那這個是體驗 大小大概差不多 都是人的 官人高的 師結類 這個外面就是 外面這個就是 水滴的保護箱 裡面的 裡面的就是 那個 不鏽鋼的 罐子 罐子裡面 那台電估計三個核電廠 混一 混一 混二 和三 如果運轉四十年 它現在直到四十年 運轉四十年的話 產生的所有的燃料 用過燃藥素 總量大概都是五千度 我這個數據是從台北的包裹 它這個是公斤 五百萬公斤 你如果用燉蒜的話 就是五千度的燃料 我看它們有的電廠在 多少燃藥素 總量 藥劑 都有這個 沒有的嗎 那你怎麼樣放到乾脆屬性呢 精血方法 你必須要把這個 你先要有一個 要做這個 放燃藥素的金屬灌針 它沒有放的 封的是這樣 然後它能夠碰的東西 會散燃藥素 然後呢 它先把燃藥素 從水石裡面 用機器把它吊出來 吊出來以後 放到這個 放到這個transfer cask 就是說我必須要從燃藥 核練廠的水石的設備裡面 先把它放在移動的 遺書的罐子裡面 然後叫做transfer cask 把它在水裡面做 完了以後呢 放到這個罐子裡面 要放在那個 要在乾脆屬的均屬罐子裡面 因為必須要先把它弄乾 把那個燃藥素先弄乾 因為有水池的話 水氣的話 比較容易不舒服 弄乾以後 再灌了氦氣 把氦氣起來 因爲氦氣的好處就是說 它是一個化學比較穩定的 不會跟那個燃藥素的一個 外面兩個基礎 各 這方面比較不會有問題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它這個放進去氦氣的時候 裡面的金屬罐子裡面是壓力比較大 它好處就是說 我壓力比較大的話 外面的空氣不能進去 如果你空氣好的話 外面的空氣不會進去 如果裡面壓力比較小的話 如果是有一點真空的話 外面的空氣壓力比較大 就比較會滲透 比較會使得那個 焊接的空氣會比較有壓力 所以它裡面的灌氣稍微拉低 外面大氣壓才會搬好 那這個是一些照被運轉的過程 那這個是一個碳氣的過程 那這個放出去有大塊氣叫 這個光臨 乾脂屬酥 垂屬酥 失敗乾脂屬酥 樣子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下面有空氣 上面有空氣 不是只有兩個 上面四個 下面有四個 那這個我剛剛講都是示範的 那這個說呢 有些歐洲國家包括德國 包括日本 他沒有試念 試念設計方法就不太一樣 那我現在提到一些 一些比較技術上的問題 就是乾脂屬酥 一般性的問題 台灣跟很多國家 乾脂屬酥很可能 時間差不多十四點 現在直到一發就十四點 美國 NRC 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像台灣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十四點 當然你要 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要留點信心說 這個乾脂屬酥 在儲存的時間 不用了 是吧 所以他剛開始的時候 要發這個執照的時候 最早的鞋子 一發二十秒 所以他開始收集一些 企業的資料 他有一些 有一些數據 把幾個 美國核電站的乾脂屬酥 選了幾個 讓他差不多十幾年以後 打開 運到美國一個太大好的國家實驗室 打開以後 到這市裡面去檢查 燃藥室燃藥房源 有受到存款 檢查的結果 很好 當然是美國的管制委員會 就很有信心 他就修改這個 執照的時間總 二十年別的持續 但是我剛提到這個 這個是 那個時候的 燃料素乾脂屬酥 是Low Burnout序 三十三個Gitawa 是Low Burnout序 可是後來 巴黎尼亞也會用 五十五到五十的Gitawa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說 現在目前 美國 台電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用 高 Burnout High Burnout 五十幾的Gitawa 但這個數據是 Low Burnout 所以數據 不是很配合 你現在大部分的Gitawa 就是有十幾年 是吧 那你如果要延長到 四十年五十年 是會不會有 這個 目前沒有這種數據 所以現在美國 國家實驗室 美國 已經開始在做實驗 用新的燃料素 和Pi Burnout 去了解這個 做很多 更不容的實驗 但是 在比較長期的實驗 會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有這個 因為你一封起來以後 你沒辦法看到裡面的 裡面的燃料棒的情形 你不曉得燃料棒 空氣也沒有進去 燃料棒有沒有受到損害 你沒有辦法看到 你沒有一個偵測器 現在目前 當然現在也有一下研究 想辦法能夠用間接的方法 去能夠了解 燃料棒的情況 在暫時處理 不過到時候 還沒有一個辦法 能夠用 所以你看不到的話 你的大王 很有細心去說 這個燃料素 絕對 但是你時間到 不管是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總是要把蓋斯塔 還要把燃料棒拿出來 物框到 另外一種不同的人 罐子裡面去 最終組織 因為這種設計 不是最終組織的接觸環境 所以你要總是到台灣塔 我們現在講一下台灣的 剛剛講的那些問題都是一般性的 所有該屬屬都會面臨到這些問題 這個是台灣比較台灣的 特別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 該屬屬的 現在目前的消防疫情外 場地都是在靠 所以你跑到這邊的話 台灣汽油的土屬 在擠來的時候 都很潮濕 然後海風的年份都很爆 所以這個 受到虎蝕的 基屬罐子 受到虎蝕的 可疑性 就必在滅入的可疑性到處 那另外呢 台灣還有其他的 特別的地震 或是海風 等等 賈大陸的 股市有可能 所以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尤其是 尤其是 那當然現在 對台灣的內裏的地方 就是說 地方老百姓 對於這個 台電 或是圓園組織的 氣氛就不夠了 所以一直在這個 長這個 我們講的 頭一的 頭一的主席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辦法去 這個 地方政府 一的主黨 又各種各種的方法去主黨 那政治人物 很容易就 關心到這個問題 關心到問題的話 它的出發點 是什麼樣的出發點 這我們就知道了 不如出發點連關心 我關心這個問題 出發點的話 跟豬之家的關係 出發點不一樣 這個問題 是 這個問題 是 好 那我現在大概講一下 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 追蹤組織的 低階跟高階的一些 做的方法 那沒有辦法 幫忙 那我現在講這個 就是說 你 不同的 這個 合作調的 分配 它的 不同的 追蹤組織的 概念 也是不同的 那有一個 追蹤組織計畫的 主要的幾個步驟在哪裡 估計的 你的每一個步驟的時間 大概要多長 就是從我的更多經驗 跟國安關照的 另外它的 你找到一個 最終組織廠以後 運轉 現在說 你運轉 拿到執導之前 你不叫政府執導 身體執導的過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做安全運行 安全運行 其實做哪些工作 我大概稍微想一下 沒有很多 這個 這個就要 我一講的話 可能要講 只要 只要講這個 大概要講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說 普通組織計畫 是一個 跨領域的 而且非常可能是 跨世代的領域 不是說 我們一般人 一般人 對一個 工程計畫的 概念 不是說 只有地質 或是只有水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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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工程 花各種不同語言 而且時間很長 比如說 我蓋一個 蓋一個電廠 五年都可以蓋 好像蓋高解很慢 但至少也可以看得到十年 十五年 那你這個的話 可能是 四十年 五十年 甚至六十年 好 這個是 拿一葉的一個 一個報告裡面 佔一下 就是說 我一般來說的話 你這個非常低的 核廢料 或是 太傳奇很短了 就是 對於環境的環境很低嘛 那你就 一般來說的話 你說不定 放在核廢堂裡面 放十年以後 就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 最簡單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 假設你可以 確定說 他這個放棄 你幾乎是沒有 或是你非常非常低 就跟一般那個 可以到處理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 比較低階的話 大概就是 因為這個是 地面線 如果是低階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是離地面 大概五公尺 到十公尺 然後 看你這個地址的特性 怎麼樣 做一點工程評價 但是 不需要埋兩身 那 那下欄 如果下欄 你說是 中階的話 一個空間 一個 medium 中階的話 你可能就要 稍微埋遲一點 因為它的風格性比較強 或者是它的 它的 搬出來期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的考慮 就盡量能夠 離地面的時間比較長 離地面比較遠 這樣不會很快 就能想到 人類的生活空間 所以這個大概 差不多是 五十公尺 所以就 比這個 低階的 都要稍微深一點 那當然到最後 就是高階 又不然要遠 那你就這樣 深層 地質處置 大概差不多要 幾百公尺以上 三百四百五百 目前大概是這樣 那你要做一個處置計畫 有幾個蠻重要的動作 你需要考慮 第一個就是 你的 國家的政策 立法 你沒有法的話 這個處置計畫推動 推不下去 最上面就是要有一個立法 是一個標準 我主置計畫是由哪個單位來負責 管制單位是哪個單位 我的安全標準是什麼 怎麼樣選長子 等等 這個都是在 在那個 國家政策裡面 必須要掌清 當然說 台灣的話牽扯到 立法院 美國的話 是國務院 你怎麼會考慮 第一個 當你這個 有這個法案以後 開始選長子 選長子 你就要了解一下 我這個國家有哪些 可能可以考慮的 我們叫你也 選長子 然後他還收集 收集數據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 地質 調查中心 所以一般的資料都有 先做一些初步的資料收集 再去摔水一下哪些比較可靜 再做一些初步的那部分 那這個選長子 當然有兩個基本上不同方法 一個是自願性 一個是專家性 有專家來建議說 我這個國家的 專家裡面當然就是 地質啊 等等 社會學家 建議說 哪一個地方 地質比較適合 哪個區 人口又少 從這裡面再去 做詳細 應該做一個選擇 這兩個都不一樣 一個是 由地方來自動提出來 我這個曲 可以來當作 考慮的 等等 這個選好以後 你還要可以 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建議 很詳細的長子 因為這一段時間 並沒有很詳細 在開始這個做的時候 就是初步的了解 沒有說很詳細長子 那這個詳細長子調 把時間做到什麼 說不定有可能 要挖一個地下實驗機 去做實地的長子調 那這段時間 你還要做一些 技術方面的發展 譬如說要做什麼樣的實驗 做什麼樣的工程屏障 設計 包括安全分析的技術 等到你一切都很成熟 一切都好了 這個技術 差不多要貼過一點 好了 我要升級的實驗 你知道嗎 那實驗拿到以後 開始蓋 土地堂 運轉 最後封閉 運到去封閉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們這個詩文 大概要多少點 壓到什麼 我壓到什麼 我壓到什麼東西 是不是 有一個 我好像不知道有上線 我沒有時間講 組織計劃的一些詳細的過程 我沒有時間講 我只是用這個卡通影片給你介紹一下說 安全分析大概是不錯 我要考慮到這個進場 這個是組織庫的位置 進場就是靠近組織庫的位置 進場的一些了解 原廠的了解 因為它可能有裂縫水 水進去以後 把這個放射性核種帶出來 然後假設有個斷層的話 地下水把它斷層 然後未來人類 用地下水來喝喝換乾燈 所以這是一個 整體的安全分析 那你這個安全分析之前 你不需要有所有的資訊 包括你自己的了解 水紋的特性等等 還有這個化學的特性 放射性核種的遷移 還有有主持的 放射性核種 用過燃料怎麼出來 這個就非常複雜 對不對 這個就是每一個題目的 每一個題目都有一個專門的專家 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我本身並不是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的工作在 Yaka Mountain發展主要的是 整合我做了工作 大部分是牽涉到安全分析的 所以我必須要跟我的團隊 就是我下面的工作人員 也有水紋也有體質 也有光澤化學 他們必須要跟每一個 每一個subject management expert 去跟他們溝通 要他們的資訊 要他們的數據 要他們的模式 要他們的概念 來發展安全分析 好 那我大概講一下 十成大概好多的資料 你要真正的很用心去 開始發展這個 這種主義計畫 我剛剛提到的 你要做一個 國家政策的方向的決定 然後選長者 這個時間可能是幾年到 甚至超過十年 所以這個時間很難預設 另外呢 你光做這個 強氣的長者調查 跟技術的發展 也是很長時間 可能是十年 就幾十年 是準備申請直到 那有可能的 education 就是說 你在申請直到 那有一些反對的 你會告你 被告的過程 可能就要經過法院的 才能採取 這個時間可能就會過幾年 所以這個時間有可能是 假設一些初歷的話 幾年到五十年 你運轉的話 運轉的時間是超過十年 所以你要把這個 用我燃料 都搬到群職庫裡面 運轉的群職 最終群職的運轉時間 是十年以上的 我如果按照這個時程 來大概看一下 低切廢料的最終群職 大概是十年到十年 這個當然十年是最樂觀的 估計的 二十年可能是比較可能性 當然也有可能超過二十年 那如果是高階的話 三十年、五十年 這是更長 你包括這個運轉的話 可能就是到五百年級 所以我剛剛講出 這是一個 花領域、花時代 花年代的一種 一種的東西 不是說五年、十年都可以做完 那你這個 另外呢 我剛剛提到這個領域 非常多種 領域你要牽扯到這個 地質學 地質的療鐵 跟牽扯地質地下水 牽扯到化學 放車化學 尤其是放車化學 地質化學 機械工程 機械工程 材料很多 當然 核工程也是有一種 但是我覺得 河龍層並不是一個 半點主要的講說 我覺得頭部工程 大概是一個 角色而一分 不是一個主要的講說 那另外一個是 技術整理 就說你怎麼樣 當然我沒有提到這個 功能評估 功能評估 功能評估是一個 在一個學校 大學業界的所裡面 沒有一個領域叫做功能評估 沒有辦法去為一個 功能評估的專頁 因為它 它必須要有具備 這個 跟各種不同領域的 過分的領域 它沒辦法說 對於每一個領域 特別領域特別了解 它必須要對每一個領域 都能夠了解 而且知道它怎麼樣 把它整理起來 另外一點很重要是說 我怎麼樣 這個組織計畫 能夠有效的 跟民眾溝通 因為很多國家 不只是台灣人 美國也是這樣 很多國家就是 你溝通 沒有辦法做得很重 你組織計畫 或是中期組織 做不下去 所以溝通的話 當然是 通常科技的專家 他們不太會溝通 是不是 我自保我自己 我要跟民眾溝通的話 我講的東西 我從我的概念想的話 跟他們想要知道的 差 所以就想辦法 必須要吸引社會學生 他們對社會 社會運動的 他們關心問題是什麼 我怎麼樣去聽他們關心的問題 怎麼樣去跟民眾溝通 這個就是要 不是說 科技的專家 能夠一般的 大部分科技專家 沒辦法聊 答案就是說 這個計畫也是要報告 各種不同的方法 包括 怎麼樣溝通 怎麼樣 瞭解社會的問題 這個是台灣的 地界和威廊的 處置的計畫 選廠子的流程 這個是從台電的報告裡面 看到的 我想大家有時候希望 2007年 開始工夫 又可以拿些廠子等等 流程看起來都很好 實行起來非常非常多 都快十年過去了 還沒有許一個人 記錯 那我現在 這個 這個 最近我看到幾超級 我想你們大概都知道 就是說 經濟部原來 2010年 合定台東達人 與金門烏丘 列為後選場 知道嗎 然後 原本 2015年要在台東達人 跟金門烏丘 兩年 共選場 通過公投選一個 但是 台東縣長 不會幫忙辦公投 然後 軍門縣政府 則 推脫烏丘鄉的公投 沒有法原依據 沒有法原依據 叫做 關於是說 地方的政府 沒有 這個中央 這個中級別部 沒有跟地方政府 溝通完 就說 我要這個 你們兩個地方 來溝通 所以當然是 地方的政府 有很多意見 現在臺灣的情況是說 地方政府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牽制中央政府的作成 當然是會牽扯到中央政府的資訊也跟地方政府 這個政策還要補派 我幫忙了解一下 不過這時候我跟你們提出來這個問題 要怎麼樣解決這要注意到 另外臺電的 這也是中國時報的 臺電主管無奈何時報 因此才思考仿照荷蘭未典等見其中市暫時屠屠場 作為低階核廢料處理 泰春宏就是剛剛下任的主委 說臺電沈末明年推動地方政府分頭處理 低階核廢料中央追蹤處理 如果樹立的話 預計五年完成建設禮搬遷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所估計的十分是超太多的 我覺得他講這個話就是 一直認為這個是很好的很好的 很容易就提起 他也認為說 藏子調查是很容易遷就 工程平常的設計安全中心很容易在 假如我只要藏子選好以後 我這樣的原因就可以蓋好 那我假設蓋的時間 這個聖體遲到的時間算兩年好 他只有給藏子調查設功能設計 這個平常設計跟安全平均只有 會估計三年 這是非常地熱觀的問題 我說我是覺得 台灣的過去的主管單位 沒有很認真的事實 做這回事很容易就沒做到 你如果是看過去的其他國家的合作 尤其參考台灣的特地運行 民情跟社會情況的話 這個五年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台灣的第一些核交的挑戰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負責的單位不對 台電是一個核電 是一個發電的公司 他的主要的董事長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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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監管的單位 我不是監管單位 不過你反過來說的話 你想被重視的安全 不是監管的單位 你要負責的話 你就是有這個責任 執行的話就是有這個責任 執行是一個安全 台電過去幾年 民進會 跟民眾溝通 民眾溝通 民眾溝通 所以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滴建核廢料 這個是滴建核廢料的十層 這是 這是用過 用過核燃料的追蹤組織計畫 如果你看這個十層的話 我們現在是第一個 比較接近的2017年的報告 是吧 所以明年啊 現在2016年 明年要一個 臺灣 又不然要追蹤組織技術可行性的報告 那這個技術可行性的報告 就是要考慮到 臺灣的地質所有的特性 跟臺灣的工程設計的特性 臺灣的安全屏幕的順利等等 所有的技術 作為一個追蹤組織技術 臺灣屬於這個技術的可行性 所以這個組織計畫的報告 我覺得 對臺灣整個組織計畫 未來的幾十年的 是蠻重要的 所以他在審查的時候 我覺得 應該由臺灣的學者 專業人員 來評審這份報告 當然也可以 參考 可以邀請國際人做一些建議 不過我覺得 重心應該是臺灣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 因為他們這些人 將來就是要參與 或是評選審查這個報告 未來的整個計畫的過程 而且這些專業人員 對臺灣的了解 應該是比外國人更清楚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那我聽到的消息 那我認為說 前一陣的原則委員會主委 認為說 必須要把這個2017年報告 給這個OECD 歐洲 OECD 曉得 中文怎麼說 有一個OECD下面 有一個組織叫做NDA UK Energy Issues 它是有很多國家參加這個OECD的 不是只有 歐洲國家 很多 那 它叫做 Operation of Economic and 經濟合作開發 對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所以 有亞洲的國家都有參加 那 臺灣是因為比較特別 所以臺灣很難正式的代表參加這種國民組織 不過它 原本會也透過觀察員 臺灣觀察官員的有非常密接觸 他們也願意來做這份報告的 Pure Review 因為都是Pure Review 那我有不同意見 我覺得 這個Pure Review 臺灣這個階段是太早的 不是很成熟 就讓你找這麼一個 比較國際性的一個單位來做Pure Review 效果不是很大 最重要的應該是 臺灣的專業人員來做Pure Review 對於臺灣的技術也沒有正式 也沒有共識感 是不是覺得已經成熟到也 可以整下去 臺灣的技術情況怎麼樣 臺灣的水質怎麼樣 臺灣的工程平常設計有沒有這個技術 等等 這個我覺得重點應該是 臺灣不是在國際上的 當然未來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後 等到臺灣技術比較成熟的時候 要做得比較有一些 詳細長子要來 工程平常設計也比較成熟 那個時候來做這個 International Pure Review 當然前一陣主委已經下來 所以我也沒辦法給他走到一線 所以我也沒辦法給他走到一線了 所以我下面的講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我是不要再講的 這個我大概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們再來這個 就不要講一些我個人的觀察的結果 剛剛大概都已經提到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看 剛剛找到 那這些我提了幾個 當然不是說所有問題 我提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臺灣現在的新的立法院 跟未來馬上就要接政府的 臨建黨的團隊 他們有沒有決心要認真地來考慮 就是臺灣核廢料跟中國燃燒這些問題 那第一個 我剛剛也講到臺變的 不是一個很適當的單位 來復合這個執行 我有聽說 軍醫部有成立一個專門機構的籌碼 我覺得這是好的方向 那這個當然當然這個要 就是要經過立法院立法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立法院必須要把這個制度化 你制度化這個低間合避 又不然要的管理跟追蹤組織 中期組織追蹤組織的時間很長 你如果沒有制度化的話 政黨輪居的時候 很容易就受到挫折 這一次政黨 A政黨認為很重要 做了四年 但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他下來換另外一個政黨 沒有辦法政黨上來以後 覺得這不是重要 還有其他問題更重要 我把這個經費削減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給我做下去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制度化 立法制度化以後 這個經費問題跟等等問題 就不會受到政黨輪居的感動 然後我現在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一般的人包括我們 包括我跟一個單位 看到問題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什麼 第一個A的方法就是說 第一個A的方法就是說 我就把它盡量把它分裂掉 希望它不會再發揮我 可能過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不見了 那當然是最好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我就暫時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把它稍微處理一下 讓它這個問題稍微有點解決的樣子 但是不是一個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比較認真的 或全盤性的去了解這個問題在哪裡 然後做一個比較長期的看法 去真正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排電的現在我有感覺到 過去的處理方法都是A跟B 我還沒有看到一個政治的方向 包括政府不要講台北的 經濟部門等等 沒有說很認真的去來 做這個問題的全盤的了解 然後找一個可行的 這個全盤條解 包括技術包括等等 包括民眾的溝通等等 怎麼樣去走下去 那我現在最後做一些建議 建議當然是給你們建議 我想你們各位專家、學者、前輩 將來很有可能會接觸到這些問題 或接觸到這方面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小燕上來 這個團隊上來 這是一個機會 就是說你要一個機會 去表現你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跟民眾表示這個重視 然後你真的對這個問題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 下面有一些團隊可以幫他 做一個全盤性的分析 然後找出一個比較能夠走下去的路子 能夠達到2025個非肉價格 因為你非肉價格不是說 講一講都可以做到 還有很多問題 包括這個電的問題 包括這個 怎麼要發展這個 戰隊那種等等 然後廚藝 各種類的問題 各種都接在一起 我的建議第一個是 把來餘的用藍藥搬出來 搬到哪裡呢 當然就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是不是 因為你 在那邊已經30年了 而且 也知道有許實的問題 但是重新包裝的時候 並沒有真正的要去解決問題 這個時候就應該 民進黨的政府就應該 真正的認識的問題 所以想辦法把這個合背老城 藍藍搬出來 因為這個是對於當局居民的正義 另外我覺得台灣就應該考慮 所以幹事主應該是四年比較適合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提到這些問題 將來如果說 你現在用比較便宜的方法 做事外幹事主 你過了二十年 是可能一到二十年 將來出問題的時候 假設你知道 你都不知道什麼所需的問題 假設你 可以知道出爐物理 怎麼樣去解決 說不定要又花更多的錢 你導務主這個時候 好好地想一下 怎麼樣去做 這幹事主主 做得比較安全 未來的問題 可能發生的問題 會比較少 另外我建議 組織一個花木會的 比較高階層的 合肥要管理跟追蹤組織 一個委員工 來做一個很全盤性的分析 你了解台灣問題在哪裡 台灣可能走的方向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裡面的人員 當然不是只有技術人員 當然還有中央政府的代表 對不對 不過還有地方政府的代表 還有包括民間團體 MGO包括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這樣的話 你在才能夠實際上 對這個問題有充分的了解 不是說只有技術人員 來解決這個問題 從立法院的觀點 我的看法就說 讓人民相信立法院 對這個合肥要跟 輻射防護的關係 當然現在立法院 跟這個政府一樣 就是有很多問題 是吧 譬如說當然 軍軍問題啊 等等啊 食安問題啊 都要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覺得立法院 應該有一種態度 來對這個問題的關係 就考慮 而且考慮 比較有一個公信度的環境政策 來 來政策這個環境 因為現在 我還在美國的時候 就剛剛談到一些報道說 台灣有一些 關心人員 剛剛管理啊 就撤到 量到有一些核種 而且這個核種 不是天然的 是有可能是核電場 找出來的 那原子人會 有一個環境政策呼吸 他們說 他們都量不到 那這個就是 民眾會不會相親 原子人會 反射環境政策呼吸 這是一個疑問 所以 是不是 如果立法院 真的對這個環境防護的 輻射防護的關心 的話 他應該可以考慮到 怎麼樣來把這個 民眾的生活環境 輻射的政策 有另外一個比較獨立的 單位來 或是比較有可信度的單位 來做這個政策 不是在原子人會下面 原子人會的管制的 主要是管制這個 核電場的安全 核電場的安全 當然他有考慮到 他的放出去核 放這個性核式的一些安全 但是他對於這個環境的 真正並不是一個重點 對他覺得是一個重點 那當然我也是 我希望 剛才也是很期望 立法院能夠通過這個專制機構的法案 那當然這個 裡面的細節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法案 在什麼樣情況 最好的情況 我想有很多 專家對最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當然就是要立法院裡面去 綜合不同不同的想法 就要弄出來一個比較新的方式的檔案 那我也建議說 立法院成員的核廢道管制委員會 那這個有一些問題 就我了解 這個委員會的 有幾個委員會 大概已經固定不住了 立法院我不曉得有七個 還要幫委員會 要增加的話 就要又改 那沒有關係 不增加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有 對於這個核廢料 和安全有關係的委員 組一個 不是很正式的委員會 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另外也可以考慮成立一個 比較獨立性的 核廢道技術評估委員會 這個評估委員會 不是在這個專責機構下面 這個評估委員會 是對這個立法院來報告的 他不需要說 這個是Part Time 他可能每個一段時間 來推理台灣的管制單位 專責機構 整個台灣的政策方向 是不是有些問題 跟立法院提出一個建議 做一個整體性的一種審查 那對台灣專責機構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個 不受政治儀式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要制度化 這樣 你專責機構的話 不是因為政黨輪替的時候 就影響到專責機構的經費 專責機構的操作方向 叫到專責機構才能夠 做一個長期的幾十年的規劃 就要更多執行 那這裡面的話 就包括各種不同的領域 不是因為資格的理由 認為是我合同或是就的地執 或是其他的領域的專業領域 這個領域是個錯誤觀的 就是說 最好就是說 因為這個組織計畫 不管是中期的或是觀移的 很多不同領域都是 都要成為確實 好 那我就想到這裡啦 好 接下來我們最後一張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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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台灣問題 你台灣問題 你要把不管是低階 或是用過燃料高階 你要運到國外去 這回事就很大了 我覺得到目前情況 世界的國情來說的話 沒有一個說家願意這樣接受 所以這個是不用考慮的 那 沙漠氣洞是不是適合追蹤組織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管是台灣沒有偶爾 雅康曼根也是一個沙漠氣洞 但是他不是因為沙漠 他不是因為他是沙漠 他是因為他類成大五輝岩層 他不是因為是沙漠 你看怎麼樣定義沙漠 就是說你如果只是叫降水漾來吃文化 降水漾跟他的 降雨漾跟他的略化成分 他是類似沙漠 他不是沙漠 非常堪重 那大陸的北山 他地質也不是沙漠 但是他氣候的降水量跟他的略化量 就屬於沙漠氣洞 也是這樣講的 董教授 我要請問一下 對中底組織廠來講的話 那從用過的藍藥棒 要怎樣包裝 那個包裝的設計 然後還有在組織廠裡面 要怎樣去埋設 反正安置進去的設計 這些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這個核廠埋到那裡 中底組織廠以後 他的溫度 他的容器的塊 跟屬於沙漠的介面的部分 他的溫度會高到多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factor 來決定你要怎麼設計 那這個部分 在瑞典的KGS3裡面 他們的設計是 不要讓它超過80度 那以台灣的來講 你覺得他們 我們該怎麼設計 是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這樣的 在這個溫度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高階核廢料的藍藥棒的數量 那因為你有配置上 你不可以擺太近 你一個一個要有一定的間距 那那個廠的大小 是不是就應該大直撲得出來 所以原體沒那麼大的 就要被淘汰了 這個我想那個 2017年的報告裡面 我有聽到很簡單的給我的報告 我上禮拜去核廉所 他們給我也很簡單的報告 我沒有時間去問很多相關的問題 不過他們有計算 他們有計算 按照台灣所有的燃料素的量 跟那個現在目前的 冠子的追蹤組織 冠子的設計的想法 跟它需要的面積多大 他們已經有估計 2017年報告裡面有 他們溫度的標準 大概是跟那個SKB 瑞典的溫度標準差不多 大概是80度 甚至80度 如果是料的話 你那個 一個Canvist的裡面能擺幾根 這個都要算得出來 那沒錯 這個他們都要算 那個核酸蛋 在工能設計上面 都要考慮的 然後你那個 一個Canvist的 跟另外Canvist的 位置是多少 然後你這個 這個儲置坑裡面 能夠擺幾個 每一個儲置坑 跟下一個儲置坑的隔離 這個都要算出來 這個多次要算 沒有錯 我了解 好 謝謝 對不起 請教一下卓教授 剛剛你有談到說 那個2017年的報告 應該 左教授你好 我是那個燕料房的 直接會總幹事楊木火 你剛才有提到那個2017年的 就是我們的潛在組政府員的 那個調查報告 審查應該是找國內專家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台電公司是跟SKV簽了 技術核定的意向書 那就是請他們做一些指導 可是那個報告的基本架構 是學日本的H12報告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台灣的地址 跟日本的地址 是比較相近的 那是不是在審查的時候 在就是所謂 國際同宅審查的時候 應該是朝向你就是說 跟日本 就是說借重日本的經驗 因為畢竟 日本也有兩個地下實驗室 而且他們的那個 今年年初也有一個 SATICASE的一個報告出來 比那個H12報告又更進步了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關肝室的問題 現在你剛才有建議 就是說用室內的肝組 可是室內的肝組 那個室內要有一個空調 那空調如果40年是要維持 它跟我們一般的電廠一樣 要外在電源電源斷掉 那外在電源斷掉會怎麼樣 那其實現在爭議最大就是那個 密封鋼頭的硬粒腐蝕 會SCC的問題 那就是因為我們用的是304L的材料 那現在大家爭執的點 就是說在它那個會不會產生 那個海邊的沿路 上面產生SCC的問題 那其實那可能這裡面會牽涉到說 它那個鋼銅表密密度 到底最低到幾度 最高到幾度 因為根據美國NRC的實驗室 在40度到80度 最容易產生SCC的問題 謝謝 我現在對你第一個問題的看法 我也聽到火焰球的報告 就是說他們也跟我講說 台電有跟瑞典SKB 合作品牌 他們有幫忙 台灣的研究兩個 組織計畫的研究單位 做一些技術的轉移 那當然就是說 SKB 他們的瑞典的追蹤組織計畫 跟芬蘭是整個世界來說的話 是走得比較前面 那當然他們有他們的邏輯的特點 然後他們跟當地居民溝通的方法 然後他們的教育的程度 人民的知識水平等等 很多因素跟台灣真的一樣 但是說目前整個世界來說的話 這兩個國家的追蹤組織計畫做的 最有可能是在未來的市面 可以實際的 那當然就是說 SKB在這方面的研發生意還很長 所以想看你們的方法 這個我想這個是台電 就說台湾的 民族的追蹤組織計畫的 什麼主要的原因 所以是我們這方面 他們有需要的 等等 所以這個 就是說再審 再審查 然後 什麼樣的大會 事件 不是這樣本來是絕對的 謝謝主持人 那當然也可以參 也可以有一些國際的特點來 因為我現在許多幫助 我當然我利用了台灣的 提升大會 這個國際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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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國家 或是國際上面的 看法來 對台灣做的 這些 他們也沒辦法 對台灣的PC 各種科技的 會員講 日本 我覺得日本是一個 日本在技術上面來說 我覺得還是比台灣 前進的 大概 我不曉得幾年 至少比台灣前進很多 他們有 比較有 基本的一些 研發的 實驗室 研發的機會 給台灣的大國 所以他們上面 就做得比較 紮實 所以說 如果 當然台灣的技術 有些部分是跟 市門是比較接近 所以如果 在這個 國際上面的 專家來 來提供台灣 某些建議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好想法 那 有關這個 幹事儲存的 室內室外的爭吟 當然我提到我的建議說 考慮室內 那室內就是說 你也是要考慮到這個 散測問題 散測問題的話 除了考慮到空調以外 你在設計廠房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 假設沒有空調的時候 你還能夠保持空氣的自然均衡 這個可以做得到 也是類似用這個 這個 煙囪的這種概念 我有 我沒有空調了 沒有電了 但是我還是有 沒有天堂空氣的自然循環 還不會使得這個 幹事儲存的罐子 或者泡沟 我請問一下 低階的這個 我會這樣 在找這個 所行的地方 都已經這麼困難了 那麼高階的 即使說 高階的時候 其實說這個 幹事的時候 可以 沒有問題 五十年沒有問題 那五十年以後 怎麼辦呢 因為台灣 你台灣這麼小 能夠找出一個 適當尺寸的地方 大概已經知道說 可能不可能了 那你說幹事的時候 其實幹事的 現在 那個 西米四十五 都在緩 你放在這邊 他也不願意 對不對 那你 據說這個問題解決 但是五十年以後 你怎麼辦 你說幹事揮放五十年 那這個以後怎麼辦 其實在說 有這個五十年後 有新的這個技術 能夠 利用這個 高階的核衛料嗎 還是怎麼樣 這我瞭解你的 關心 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2007年 我認為是 也蠻重要的一個 資料理成本 對台灣這個追蹤 用過來 到追蹤主義的計畫 也很重要的成本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台灣的學者 應該是盡量 把台灣的各種不同 從隱藝的專業學者 來盡量出發這個報告 如果說 我還沒看到這個報告 因為我想要 在報告他準備 如果說這個報告 然後證為台灣 包括外島 台灣本島 跟台灣的外島 如果有可能 有這個可能性 有這個母岩的可能性的話 那如果台灣的專家 當然還有其他技術 也不是只有這個 處置母岩問題 還有其他的技術問題 然後那個 空層屏障設計有沒有問題 按摩的問題 做實驗 會不會有這個設備等等 這些技術來做一個整體的 來評估的時候 由台灣專家評估的時候 這樣的話 就有這個信心 還是沒有信心 我想這個是台灣的 學者專家 專業人員的一個共識 如果沒有這個共識的話 你在走下一步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選長者 2028年 我們剛剛提到 你看看那個 下一個重要的旅程 就是2028年 要我長子選出來了 然後要開始做詳細的長子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個共識的時候 你要選長子的時候 可能碰到的困難度都更高 長子這個台灣這麼小 這個長子大概 在於 可不可不可 你看這一點不是已經 他本來也找到什麼地方買 後來也覺得說不太妥當 那之後這個 這個長子可不可行呢 我想不必要等過台灣的協助 國際上就有很多人研究說 這種長子 放不放棄 美國也是有這種很多資料 對不對 會不會等到台灣的人 我想這個問題 這是台灣自己製造的問題 這問題也已經製造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 對不對 不能講說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就 就不解決那怎麼辦 那就丟在那邊 那這個就是說 我認為 第一個我想講的就是說 我認為 現在就是要開始來討論 然後 好好的 剛剛怎麼跟 基民溝通 怎麼政治上 怎麼那個 就是公開的這樣來討論 而不是一方面 單方面這樣在處理說 偷偷的去講說 拿幾個長子或怎麼樣 這個 就整個公開來討論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公開是最重要的 讓大家了解 但是 大家心裡要有一個地 一定要解決 一定要解決 這個是我們台灣下面的問題 我想 談 那個 周教授你一個建議 合會要專責機構 這個其實我 台電就一直希望這樣子 台電就一直希望這樣子 台電就是說 希望 希望去弄一個專責機構 然後他就把整個問題全部丟給 丟給這個專責機構 也能夠有全部把整個問題丟給專責機構 對不對 那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成立這個專責機構 好 那第一個他的 resources 他的資源從哪裡來的 你要去蓋 你譬如說好 選場子選好了 或是說在研究怎麼找場子等等 要去蓋這個 政府 政府要出錢 你知道嗎 當然啦 現在有一個後端 後端基金 兩千多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兩千多億 這兩千多億還要一個廚藝 這個所有的核電廠的廚藝 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在美國會怎麼來處理 因為美國比較好的情形是什麼 政府蓋一個 蓋一個這個種子處置計畫 可能你來我一桶 要把你收多少錢 對不對 要不然啊 電力公司就要付嘛 對不對 或是從他本來的那個 我們類似的 後端基金就要付嘛 對不對 不夠的話公司就要付嘛 對不對 那台灣現在不是啊 後端基金已經在那邊了 好 那廚藝花掉多少錢 然後接下來 藏子的部分 藏子的部分 再來處理的時候 那這個 錢不夠的話 阿怎麼辦 是我們錢 我們現在一直 台電一直在很proud的跟我們講說 你看核能花電呢 是 是 錢最少的 結果咧 最後是我們還要再 戶一堆錢去幫他 就納粹的人還要再 戶一堆錢去幫他 幫他 幫他處理 處理場子 對不對 好 那 你如果說一開始 你電票的時候 譬如說他現在一店15塊對不對 對不對 他一開始如果要來收50塊的話 那一些 大財團用電用最多的 對不對 他本來就是要付更多的錢 結果現在是 全民大家平均分擔來 來處理這個事情 來處理這個錢 那這個在公平上 不要走來走去好不好 我是覺得我在這裡順便跟年輕人稍微交易一下 剛剛很多年輕人走進來又走進去這樣子 人家在演講 吵到人家這樣子 對 對不對 我是覺得 這個錢能夠解決問題不是問題 不是說錢的問題 真的是 台灣能夠有 那個 進入了這個 這個 合費要 找不到地方 再多入錢 好啦 這個 我把這問題講 我把這問題講 這個 你一定要處理的問題 那個 就是說 我現在的意思說 現在在美國 他們用什麼方式 那如果錢不夠的話 譬如說 他們現在 合費料都在核電廠 那核電廠可能 核電廠是屬於電力公司的嗎 好 那電力公司 他如果到最後 如果說他的場子弄好了 然後要存進去的時候 要存進去的時候 錢如果不夠 他們核電廠潛入我不夠的話 那他們怎麼處理 我告訴你 告訴你 你講一下美國的情況 美國情況跟大陸一樣 美國的核電廠 都是屬於公司 所以他廚藝 是 核電廠、屬於公司要公司 怎樣 廚藝 屬於屬於 屬於公司 那公司還在嗎 廚藝以後 這個公司還在嗎 他公司還有其他的發電廠 不是說只有核電廠 還有其他發電廠 那跟台電一樣啊 那這樣跟台電一樣啊 那台電是公司 那台電是公司 對 但是他現在也是民營 他也是 海電還沒民營 就是說 我講廚藝 是由美國的 私人電力公司要負責 他自己 在蓋核電廠的時候 要準備 錢要準備好 要去廚藝 那如果他錢不夠廚藝的時候 必須要這個電力公司的錢拿出來去補 那現在一個問題 廚藝的部分比較好處理 對不對 幹事處處 幹事處處美國立法的時候 是1998年 國會立法的時候 1998年 所有的用戶燃料是 從核電廠的 私人的核電公司的責任 轉到美國能源部 所以被公家出錢 所以被公家出錢 這個後端基金的用途 只能用在最終處處 那幹事處處原來是 98年 原來美國核電廠 並沒有想到要做幹事處處 對 直接要用到 直接去給能源部機負責 最終處處 所以他一幹事處處 開始花錢的時候 他就告美國能源 美國政府 所以美國政府都輸了 都輸了 所以美國政府一直在賠錢 所以他現在能源部的 未來中期的方向 因為現在YAKA 3已經暫時停止 所以中期的方向是 蓋一個集中式的中期 蓋一個主存檔 把核電廠的用戶燃料 慢慢的搬到中期主存檔去 因為他不曉得什麼時候 才能夠有最終處處處處 這樣的話他就可以 減少未來的 可能被告輸的一些費用 好 那這個意思說 政府最後是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就對了 他的那個 cost take all cost 就是說全部 你是說 如果這個 後端基金不夠的話 對對對 如果後端基金 實際上目前的後端基金是夠的 但他還沒有做最後集中的處置 沒錯 按照目前他們計畫的 整個叫life cycle cost 好 那 我們是不是要接受這個 這個是我們現在環保聯盟 環境保護聯盟 一直在思考的 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用政府的錢來 來幫他收拾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後來 就是剛剛講的 你現在壓他方程也停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集中組織廠 在花多少錢啊 這個我們現在 是一個 是一個我們不知道的 問號在那邊啊 那 再來 就是說 他處理的時候 是不是他的錢 會用這個後端基金 因為後端基金 我了解現在有兩千多億啦 大概是這樣 台幣啦 不是美金 台幣兩千多億 那你這樣子的話 齁 是不是最後 我們納稅人的錢 全部就要來處理這個 這個事情 這個需要討論啊 這個不是卓將所討論的 對啦 現在有沒有一個 真正的安全的 最終值得方法 這個沒有意思 我是講說卓教授 建立了這個 和匯料專職 專職的機構 這個東西呢 我們現在是 因為剛剛的那些因素 所以我們現在 是有人在反對啊 是有人在反對啊 是沒錯 我意思是從基地層次來想 有沒有一個 最終值得 最安全的方法 不管是哪一個方法 那方法也改一改 其實說 這個最終值得 我覺得不對啊 後來又改了 就換一個方法 去審查 去review 瑞典 KPS3的整個的設計概念 所有設計研究報告 調查報告 研究報告 那 瑞典原來 KPS3之前 他們是KPS2 KPS2的話 在1979年 也送給了 美國NRC做一個 做一個review 所以我認為說 KPS3的技術面 甚麼技術面 什麼技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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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他們 他們在瑞典的 花崗岩的那邊所建立起來 所有的Model 它的Model 它的地下水 它的Flecture Pattern 它的地下水 Hydraulic Conductivity 等等這些東西 都還用的是最老的Darcy Law 等這些東西 那個就是 均質體的porosity 什麼什麼的做法 然後被NR7 review的這些人 不過很不信這些人都已經過世了 因為都一有八體了 很像海森一兩大一 他們把他打槍了 那個不對 你要去查你那些Flecture的產品 因為當你一個Rock Map 尤其是像八杠猿這種 它很明快 非常非常大 它的體積那麼大 它所有的Brown water flow 就只在那個小小的Flecture洞裡面而已 所以不能用那個均質的porosity的那種畫面 去算這些東西 所以把它們打槍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你的Model 建立的後面的 思考的完整性跟實際狀況 你能不能夠連得上 建立這個Model 這個Model其實是百case的 每一個locality不一樣的 所以從它那邊記載 記載什麼東西呢 你所有的東西 就是你怎麼樣去 其實最基本的一個就是說 先找到從地表地之下 找到一塊 覺得這邊有可能性了之後 要想盡辦法去建出一個 3D 的立體模型地下 然後你需要鑽緊就鑽緊 你需要挖樹坑 就挖樹坑 你需要使用physics量測 就使用physics量測 你要把你的這個地下的 3D 的這個普遍圖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實際到那邊去轉下去 看到了坑裡做的就是一樣 這個地方才有研究的價值 如果下去就不一樣 你就不用考 你根本沒有辦法知道底下是什麼的話 那個地方連舊都不用連舊了 所以現在台電他們所在的那個 大佐水跟開南鋼那個 那個前在所有地質界的所有地質土 它是兩塊 可是台電說 那個morphysics去測一下 說底下是通的 說底下是通的 沒有關係 你說底下 這個可以啊 羅清華1981年的碩士論文 就是做這兩塊 它所有的變質作用的溫度壓力什麼什麼 通通都有 然後礦物化學的 那個礦物群的 mirror assembly 那些通通都有 如果它是同一塊 這些應該兩邊應該也一樣 那至於是不是一樣 我不知道 我可以去調查看看 如果一樣的話 如果這兩個東西是一塊的話 沒關係 台電你把那個三層的地下補約做出來 然後也是轉彈很大 就是很簡單的 這個一塊沒過 後面就不用做 好 謝謝 謝謝 我稍微提一下這個 我聽到可憐所給我的報告 我上禮拜的去可憐所 他們聽過 大概有兩個鐘頭時間而已 是不是 時間沒用做 你剛剛提到這個 SKB 的技術轉移 他有 我有問他們技術轉移 重點在哪裡 那有一個重點 就是剛剛講的 Fletcher Network 如果你不是學地下水傳輸 對這個名詞大概沒有什麼意義 Fletcher Network 意思是說 你如果是花年的話 它的地質不是平均的 這個 水在地下流的時候 如果它是一個很平均的地質的話 這個目前的 最古老的 地下水的流通的方法是 巴西普老的話 巴西普老的話 它會假設你的地質是一個很平均的特性 這樣的話 你可以去做實驗去量水流的速度 然後有一個模型 有一個龜型去量大水流的方法 那如果你 聽到那個 花花年的話 因為它是很平均的 剛剛那位教會講 它是一個 很多略縫 很多略縫 所以 你要用這個 就沒辦法用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平均的 比較平均的達斯坡 都有方法去解 因為這個達斯坡 在地下水的標準的交通室 我們都是用這個方法 我這裡面有 除了 我不曉得幾位 學水文的 比如說 我不是學水文的 但是因為我 工作的關係 稍微 稍微讀一下這個水文 所以 現在問題是說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來 模擬 地下水流的方法 在這個黃昂岩的 略縫的方法 去模擬 地下水流的方法 怎麼樣流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 基本 剛剛那位教會講的 很基本的問題 怎麼樣去瞭解 那這個瞭解的話就是一個 千子拉里講說技術上的問題 你怎麼樣去 去表達我這個 略縫的分布情況怎麼樣 略縫跟略縫中間有沒有接起來 接起來才會為有 曾崇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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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 因為你要去 模擬的範圍面積非常多大 為什麼呢? 從這個廚師庫到可能的 未來人類的生活範圍 可能是 這個範圍面積 體積 可能是 好幾十平方公里 或是井 好幾百平方公里 所以 但是你做的 數據非常非常有限 你挖幾個井 你挖一百個井 也是一點點的 所以你怎麼樣從這個有限的數據 去把它推廣到這麼大一個模擬的範圍 這是一個統計上的問題 當然有很多學者有在研究這方面 但是總是會有實體的地方 不管你怎麼樣做統計 怎麼樣分析 你的數據總是有限 所以你從這個有限的數據去擴展到 把這麼大的模擬範圍 你的可信不夠放下 這是一個問題 將來就是說 假設台灣 是選了母顏色 花當年有略縫的 這是一個就是一個真摺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要需要台灣的 有數方面的專家 比如幫我達到共識 假設台灣用這種方法去模擬 地下水的流動方法 跟放射性核數的遷移的過程 那台灣這方面的專家人員 有沒有這種方式 有沒有同意這個模擬的 就是up scale 從一個有限的數據把它 把它推廣到這麼大的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其他的問題 其他的不是地下水 我講一個就是說 我做實驗 你腐蝕了 你要了解這個罐子 我們講銅的 SKV是用銅的 銅的腐蝕的速度 只能做個五年 十年吧 你一個計畫 能夠 國家計畫 給你做十年 大概很好 很難啊 我想你們這位 很多教授前輩 都有個國家聖靈 聯絡經費 通常是大概 最多給你五年 但是你做實驗 做五年 我做這個銅的 你的頭的罐子是要了解的 幾萬年以後 是不是會有五十年 但是你做的實驗 可能是五年 十年 最好二十年 三十年 如果你做了幾代 你下一個學生 幫你繼續做下去 繼續有經費 做了五十年 那很好 那你還是跟一萬年 十萬年 幾十萬年比起來 會非常有限 但是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辦法 做那麼長時間 沒辦法去驗證 我這個城市庫的安全 我講這個鼓石也是個意思 沒辦法的時候 按照目前的科技的了解 我只能做到五年 十年 用這個有性的數據來 推測 推廣到 幾萬年以後的鼓石的速度 我們只能這樣做 我沒辦法等一萬年 十萬年以後 我們人類的歷史都沒有那麼長 所以說 這個就是在溝通的時候 就是必須要跟一般老百姓 的錯誤清楚 我沒辦法做那麼長的試驗 但是我有這麼多數據 我只能要去做安全分析 但是目前我們有技術的教 所以我只能用這種技術方法 來推薦未來的安全分析 剛剛跟阿威教我講的 地下水同意 這個是一個很大問題 俯是一個很大問題 俯是一個很大問題 何種潛意 也是一個問題 將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是問題 人類的生活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 完全不一樣的固定 對不對 但是你沒辦法預測 十萬年以後 人類的生活 是不是跟聖誕一樣 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沒有辦法預測 五年以後 是不是有iPhone 有什麼新的iPad 出版的影響 有這種方式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沒辦法 但是你只能做假設說 我幾十萬年以後 人類還是用衝去下水 灌溉蔬菜 吃蔬菜 種米 然後養牛 喝牛奶 吃牛肉 吃雞肉 你只能用目前我們能夠想像的 人類的生活方式 來自適合未來的 對於人類未來的生活 完全影響 可以 所以我們下一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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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陸基金會 大陸基金會 大陸基金的金執行長 非常感謝 會看到 他對於佐伯士的仗義之言 在建議的第一條 我要講就是說 呼應佐伯士 然與核廢料的遷移的迫切性 全世界沒有那樣的核廢場 所以為什麼是水利蓋蓋在地面 因為它是一個Marine Disposal 最早是海拋的臨時促進場 所以它連太平洋那邊 台灣南部三個海拋點 當初都選好了 輪子放進去以後就是 輪子公園什麼公約就禁止了 對啊 輪子公約禁止了 所以就從這樣一個臨時促進場 那剛才都不是講的最正確就是說 在2000年 綠色民去看的時候 就是外線嚴重 整個島上其實都是汙染 因為到處都測得到何種 不是那個Sight 那到它開始去檢診作業的時候 又第二波 因為它取出來 第二波的那個外型 那你去看嘛 就剛剛講得清楚 那邊是會嗅死 然後是會還所謂的 會滲透的 那它的腸子沒有任何改善 所以它本來的設計就不是一個可以 它連戰村堂會不會動 它是連遮風避雨 就是用比喻的遮風避雨的破草 然後就不如同 跟那個五星級的翻臉那種 所以你看看那合一合二的 那我們在2011年的年底 有到台灣抗爭 就講說 有發一個聲明就是說 小島對大島的養殖 這是我們共同的島嶺 不管是小島還是島嶺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博士 這個死亡率最高的蝦 就是這個也是明天前往 這也是天外夜談 雖然這個問題 在剛才從一開始大家 大家雖然看到你放在第一個 但是大家不講話 因為那個好像變成 邊緣化了 原住民的邊緣化 報這樣的地點邊緣化 還有現在當然高階被提出來 那高階的解決還要回去 但是這樣做得到的事情 同時也是對新政府 對新的主委 對台灣的這些朋友 大家做得到 看得到的 如果這個都做不到了 那台灣還沒有準備 真正去面對 進入核廢的時代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朋友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我有拜託過 比如Sendia 替台灣準備的一個報告 幾年前寫的報告 然後你是最後一個作者的報告 那我的感想是怎樣 就是說 你在美國 你可以找到一個方圓一百公里 可能都沒有人的地方 對 可是台灣不一樣 就是我常常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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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算是你的主管 你是我的同學 所以我跟他講說 台灣跟這個 美國不一樣 所以 你要用那樣的報告 來引用到台灣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非常容易你今天所講的 就是說 其實我揮納幾句話 你今天所講的事情就是說 自己的核廢量 自己要處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一代製造出來的核廢量 就是我們這一代要做核廢量 來解決 對 不要再推脫 什麼 去找國外 去什麼 什麼那些都不吃飯 不過我非常同意 就是說 你剛剛有提到說 四年內 趕緊先解決 這個 這個低階的 你低階的都不能處置的時候 不要再提了 謝謝 謝謝 我稍微 謝謝這個 李教授的建議 我稍微提一下 我那個時候 那一份報告 李教授那一份報告的感想 我不曉得這裡面 除了李教授以外 還有哪些人看到那份報告 那份報告是 我在閃電國家實驗室上班的時候 有一個計畫 是技術轉移的計畫 就低階 核廢量 主要是 就 按照這個 處置計畫的 我們的經驗 在閃電的經驗 一般性的經驗 不是一個 對於某一個地質 某一個場子的經驗 來介紹 你要做的工作 是哪些工作 我剛剛有提到 幾個重要的工作 立法 還要選槍子 然後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 槍子調查 然後概念模式的建立 怎麼樣做安全評估 我們那個技術轉移的 重點就是說 不是說 把美國的 因為我在閃電國家實驗室 沒有做到低階核廢料的工作 那個工作都是 核廢廠的責任 不是 不是 國家實驗室 國家實驗室 主要是幫能源 做這個高階的 跟這個操用 就是 核廢料的 組織計畫的 可樂 但是 這個方法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方法的過程 跟它的那個 模式的發展 你怎麼樣從一個概念模式 從長子調查的數據 怎麼樣去整理出來 這個概念模式 你怎麼樣去模擬這個 對這個長子的了解 用你這個長子的數據 跟那個 真正在一起 去模擬這個 長子未來的安全分析的變化 情況怎麼樣 然後那個時候有 那個時候 核廢所有提供 兩個不同的 一些合避到的組織的概念 一個是坑道式的 我忘記是在哪裡 可能在台東東部什麼地方 另外一個是地面式的 海島的地面式 那個時候並沒有說指定哪一個 特別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台灣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長子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代表性的 不同的長子的特性來做 你要假設你是坑道式的 假設你是地面式的 你要做什麼樣的地質政策 什麼樣的地下屬於政策 只能做地下屬於政策 怎麼樣去模擬地下屬於政策 怎麼樣去蓋工程屏障 然後怎麼樣去做安全運行 所以剛剛那個理教育講 是沒有錯的 我們不能夠把美國的 組織計畫的一個模式的 歷史情況跟台灣方面不一樣 我們介紹的只是 這個方法 做這個一般性的方法 方法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在用這個方法 用到不同的組織計畫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到你的 這個組織的特性 跟你設工程平常的設計 不同來做這個組織計畫 好 謝謝 佐江說不好意思 那我們那個2017年的報告 也就是說明年 年底要送圓人會 那基本上他會公告的四個地點 就是金門 烏秋 馬里 大南澳 然後就是剛剛講的柯林熙的底下 那這四份 就是說這四個地點 大概也是整個報告討論的重點 那你剛剛也有提到地下實驗室 那看起來國外在組裡 就是那個用過核子燃料 這個部分的生存地質組織 大概都會有地下實驗室 那你對國內如果說 自己要尋求自己的最終處置場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對我們地下實驗室 哪個時候要建立 有一些建議有沒有 OK 好 謝謝喔 那個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同一片是地下實驗 那個石層 我看一下那個 石層好像料理在這裡 這石層裡面好像有提到 這個詳細長子調查 試驗的階段 這裡面有提到 有可能會蓋地下實驗室 大概是差不多這時候 可能有考慮到 有可能啦 考慮蓋這個地下實驗室 地下實驗室的好處在哪裡 就是說你從地表 挖井都是從地表 用什麼地球物體各種方法去測量 下面的情況怎麼樣 這可能有一些技術有 地球物體還有等等 各種各種各種方法 用一些專井 拿出一些調料 取樣品 取原石的分布的樣品 然後取採樣和地下水等等 你可以做各種不同實驗 所以你真正可以做各種不同的景的 去測量它水的流的速度 這樣的話你就了解這個地下水 可能會怎麼游 但是你還是沒辦法真正的去 實際去瞭解這個長期可能性的個性 你從地表不管你在哪裡做還是隔一層 所以而且我就舉個亞克曼根叫法 亞克曼根當初的時候還沒有挖地下實驗室的時候 那個時候選亞克曼根的有一個技術 當然很多人認為亞克曼根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不管他當初選為什麼要指定亞克曼根 他不同時做三個 為什麼到後來亞克曼根暫時停了 你從新聞的報導看起來很容易覺得得到你一個結論說 這個都是政治上的決定來使得亞克曼根沒辦法走下去 這個是我們同意的 不過你如果看它的歷史的話 1982年美國國會立法 這個Nuclear waste policy act 就是 額廢料的政策的法案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想法是不一樣 那個時候的想法是我要能源部從五個裡面選三個 選三個裡面這三個要做詳細的創作調查 做完以後要再跟總統建議說哪一個是最苦心 三個裡面選擇 然後開始整理石道燈了 這個國會立法事程實程非常非常地詳細了 當然這個也有壞處 壞處就是說你這個事程電影詳細的話 你達不到的話你就出問題了 包括1998年 這個法案裡面有一個條例說 1998年所有的優惑燃料都歸能源部管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結果98年到了就過去了 大概現在已經2016年了 能源部航廟把這個優惑燃料 從那個核電廠裡面救手 所以核電公司只告能源部輸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當初1987年的時候這個法案的修正案 就是1982年到1987就有5年實驗 國會重新修正這個法案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把這個 三個裡面選一個裡面的 決定說我們就做Yakamante就好 那當然這個決定有很複雜的因素 經費的問題、時間問題等等 但是從技術上來說的話 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所有的資料 養老能夠了解 這個三個長子的資料 不是很健全 它只有有限的地質的採訪 有限的地表的政策 來推測這個不同 三個不同長子的 這三個不同長子的母顏都不一樣 一個是華光顏 一個是果山泥輝顏 一個是顏承顏 所以三個地質不一樣 所以它的特性不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的很現有的數據 認為Yakamante的處置場的位置 離地下水上面300公尺 離地面它會300公尺 它差不多是在這個非保額區 大概比如說中間 非保額區就是說 那個地方 從地面到地下水中間的地質 不是水不是保額的 它是有個地方有一些 有點水氣 有些沒有水氣 所以那個時候的了解就是說 有下雪或是下雨 水不會滲透到300公尺以下 它主治庫或是在上面300公尺 所以那時候的了解就是說 Yakamante應該是很乾燥的 不會有50的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 當然不是說50%以上的因素 造成Yakamante是國會選擇的 波納社能源部有一個報告 把這個三個場子做一個比較 比較的報告裡面 根據各種不同的因素 包括人口分布 包括經濟影響 包括交通 包括地質 自由等等 工程平常安全評估 根據當時所有的有限數據去比的話 Yakamante的第一 所以這個報告一出來 國會的助理 國會議員當然沒有時間讀報告 是不是 我講台灣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 我們助理來讀報告 助理讀了報告以後 把這個報告的很簡單的結論 交給國會議員 那這個報告他們讀了以後 當然助理並不是都是對這個領域很瞭解的 因為助理有各種不同的評論 不過那個時候的 我感覺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報告 根據能源國的報告 他們跟國會議員定義過 根據能源物這個 參考各種不同的因素 人口分布 經濟影響等等 包括這個地質特性選擇 究竟要不要發展是最好的 那個時候國會就決定說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太多了 我們三個就選一個 只要做一個就好 所以1987年的時候 把這個法案修改了 一修改就不做其他的 只有做亞甘曼的 亞甘曼的實驗室 一直到1999年的時候才開始有地下實驗室 地下實驗室一進去以後 你開始在現場做實驗的時候 才會知道說 地下水 那個水在上面還是會滲透到下面去 所以他就用工程屏障的設計方法 來彌補天然條件的缺陷 還有一個泰天然的罩子 蓋個金屬罐子 泰天然的泰式 現在目前的金屬裡面是最不容易腐蝕 另外一個他還有一個核心叫做22核心 也是很不容易腐蝕的 所以他就選了兩種最不容易腐蝕的金屬 來做工程屏障的設計 當然就是說 你做這個工程屏障的設計 假設用這個工程屏障的話 這個機會就很高了 因為這個泰是很貴的 那奈威和彌補天然是很貴的 但是美國人員部的重點就是說 我用工程屏障的方法 可以達到我安全的標準 那當然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意思說 地下實驗室的重要就是說 你可能在做地下實驗室 可能會發現 你上面看不到的一些訊息 那我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你沒辦法找到一個 百分之一百最好的地質層 絕對找不到 就是說目前的世界上沒有說一個最好的 總是會有一些天然條件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 用我們現在人類的工程屏障的設計 來彌補天然條件的缺陷 所以現在的追蹤組織廠 跟機械廢牌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的天然條件跟工程屏障的條件 兩個要同時要配合起來 你在安全設計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天然條件跟工程屏障的設計 其實是要考慮的 最早以前 美國1965年代最早以前 那個時候只有觀念 那時候有純層障的概念 是天然屏障能夠解決問題的話 我不需要考慮過我們的屏障 我剛剛有提到藍瓶 我現在正好上網 我查了一下前十分鐘 藍瓶背景輻射只是全國最低 0.041 0.041 人系何曉 那人系你看看 原能會是不是要檢測一下 但我知道原因 因為他把那個偵測點放在 尼合費主任廠 石桌公主外 為什麼只打在大名堂 我的問題是 我讀過那個甘廚廠 就是台電 他的FISA 最終安全分析報告書 他報告書核准的前提是 他用電腦的問題 不管是熱 散熱 或者是核輻射 所以他宣布說 大概一百二十公尺的 最接近的領導 他的接收的輻射激量 是倍率值的五分之一 那我不曉得他整理 那我不曉得他整理得不錯 因為你的Noise 這個很基本的工程的概念 你的那個噪音跟訊號比 那你怎麼可以測出 不可能測出 在 還有五分之一的 乳核輻射值 也不可能 那也就是說 他並沒有做任何的實驗 事實上做得到 因為美國有很多 他用同樣的電腦程式去跑的 那這個電腦程式 在美國阿達這幾個實驗室 都有跟實際去做過比較 他放出出的核種是哪些核種呢 每個核種的那個是多少 那這一點他並沒有做 那第二個就是 元能會說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元能會他去承包台電的工程 這就是被詬病 那麼甘薯也就是元能會合約所去承包的 那他承包來以後 又從美國NAC公司寄轉 那NAC號稱說 這一型的就拿到美國NRC的執照 事實上美國發NRC執照的時候 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針對這個 Kanister或Cask 本身的安全結構 這是執照的一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是 你所在的環境 那你把這個技術引進台灣的所在的環境 台灣環境跟你合不一樣 NRC是不可能替NAC來審視什麼的環境 不可能的 所以這一項並沒有 我得以之後審了一個辦法 那這次我大概請教卓教授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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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想台電當時選這個 美國的 事外 全職師 官之所存 我是猜想 也是有他的一些顧慮 我聽到台電的小提示 他們採購法 採購法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要招標的時候 選採購的時候 就是選最低的 這我不知道 你只能夠達到安全法規的標準就可以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他安全的法規的話 當然能源物有定安全的法規 你剛講到這個 輻射的 借量的法規 在 我想在原子能文會的 單次所存的 X法的安全工具裡面 都有要拔到這個 原子能文會的要求 這個分別 所以他必須要計算這個 然後還有其他的要求 譬如說不適合的溫度等等 還有意外發生了等等 意外發生的時候 有什麼地震 幾級地震會不會倒下來等等 還有什麼下大雨 下面的通風波會不會塞住 等等 這個都有要求的 這個要求的標準 就我了解是跟美國NLC的標準是一致的 是配合的 那我並沒有對他們的安全分析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們安全分析 所以我提的問題 比較是比較長期的 這些氣候的問題 那個鹽的問題 空氣鹽的問題 是不是適合台灣 這是我比較提的問題 當然它是 它安全分析 但是我想它是可以達到那個原則文匯利澳洲安全分析 來 抱歉了 好 好 我又說 剛才你強調這個 有關核廢料處理的法事化的問題 那 剛才提到這個 成立這裡的專程 核廢料處理專程機構 根據我們台灣的法律來看的話 事實上這個原能會 原始人的原會 就負責 這方面的責任 就像這個原能會 這個放射性 物料管理局 也有這些物料管理法 也有這些物料管理法 那這個管理局 最初 事實上就是在處理人會料 像蘭嶼 都可以料的這個 暫時的儲存廠 一開始是 原能會在管理的 那 後來 那個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就改變角色 那就 不再是 這個 精靈者的角色 改成監督的角色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處理 廢料的處理 是回歸業者 也就是台電 他去做處理的事情 那 政府的機關就是監督 原能會就是去監督 所以目前的法令就是這樣 也就是這個角色 事實上也有一個感覺 所以 一開始覺得 怎麼政府來替台電 處理這些 核廢料 如果這樣的話 台電就是一直 至少 常常 他沒有責任 政府會替我擦屁股 所以 過了這個思考 就是轉個向 就是說 你台電本身要去負責 台電可能就會想說 喔 核廢料不能產生那麼多了 所以 我是覺得 剛剛講的這個 核廢料專者的處理機構 我講這個 所叫做的意思是什麼 美國 美國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一個機構 或者說其他國家也沒有類似的那樣的機構 或多 所有人的想法是說 這樣的一個處理的責任 處理的責任應該還是在台電 那監督的責任 當然就是原能會 或是將來的這個經濟部 女能聯局 還有環保的環保署之類的 因為他可能除了這個 這個 這個 有 油理輻射之外 還會有一些 非油理輻射方面的一些 污染 所以我是見 比較覺得 這個專者處理機構 應該就是台電本身去成立 那政府去做好監督的這個角色 就這樣 現在去教 我了解 我了解你的想法 我了解你的想法 我的關係就是說 台電要台電負責 現在目前台電負責 低階高邊 不然要不台電負責 那台電不是在台電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位 台電的後端出處 你如果按照台電的後端出的話 他的 我覺得不夠高 你不夠高的時候 你要推 要推進這種很難推進的計畫的時候 你的主意就很大 我是覺得要在一個政府的比較高階層的機構 才能夠使得這個機構的影響力 跟他的執行能力量更大 我是覺得這樣 因為台電的後端出上面有 我不曉得上面是有總經理 總經理 在身邊是董事長 董事長上面是國營會 國營會上面才是經濟部 所以你這樣層次下來的話 台電講台電後端出而已 他講的話 跟民間過通的時候 他的力量夠不夠大 那個 因為台灣的電力公司的 董事長總經理是政府任命 那就看這個執政者的意志到哪裡 那對我看來 成立一個專責機構是 台電為了拖新獨資產 然後他又上市民音化 他又在講私有化民音化 又在講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在私有化民音化 可能最大的障礙 是一個大潛坑 他沒有辦法 那我剛剛也在講就是說 其實就像日本水壺病 那個智宿的工廠到現在還在運轉 他不再用水壺 但是他還在運轉 他所在的責任就是 繼續賠水壺病這些人 同樣的台電將來的任務之一 就是繼續去處理這些人 董教授 我的印象裡面 美國Yakabankan的project 是像核電廠 collect的300億美金 當貨幣來網 所以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電廠 你們就是要把這個錢付出來嗎 沒錯 他是不是這樣子 美國這個 當然美國情況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就是說大部分的國家 包括美國 美國的情況是 用過燃料高階廢量 因為美國用過燃料 有的是經過後處理的 所以他有高階廢量 各個已經經過後處理 所以他 我就把這個高階廢量 跟用過燃料 把回在一起 這個最終組織是由 能源復燃 它就會怎麼來呢 就會有兩種各的 一部份是由核電公司 運款核電的時候 每一度交錢到後半期間 那美國有100 大概有一百個核電公司 所以那幾年很多錢 但是另外還有一部 因為這個 最終組織的計畫 值得高階廢量 值得又不然還有高階廢量 有的是 民用大部分是民用的 不過有一部份是軍事用的 是軍事用跟美國人員運用的 所以他這個錢呢 就從政府的經費裡面獲出 這個比例我不知道 我們講這個說 百分之八十是這個 私人公司核電廠的扣販基金 百分之二十是美國 這個國家國防部 跟那個 國家實驗室 搶生的投資學校等 那百分之二十 我自己這個意思 那台灣的話 那他的專責機構的話 就是說 專責機構是能源部 能源部有一個部門叫做 史密力量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r 那這個組織 這個部門是差不多是 副部長級的 所以部長 能源部部長下面有好幾個部門 這個機構是 差不多是副部長級的 那這個情況 如果看日本的話 日本也有一個專制機構 叫NUMO N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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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立這個NUMO 也差不多有十幾年了 十幾年 以前還沒有成立這個組織以前 他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的國家實驗室來負責 負責這個最終組織計畫 結果就 日本就發現 用這個單位來 來負責這個組織計畫 推展很難推展 所以他們就立法 成立一個NUMO 這個專制機構 他軍會也是一樣 由這個後端基金來 那HKB也是類似 但是HKB的組織是由民間的電力公司 合資組一個專制機構 不是政府 是每個國家的模型不一樣 那如果看台灣的情況之下 我就說 我剛剛提到說 台灣現在目前的運轉的層次不夠高 你在一個台電的後端處而已 你離這個行政院長有好幾層嗎 沒關係 不要講行政院長 你這個官方軍事部長 你就可以幫你管 對不對 那軍事部長 現在還有 國營事業 所以說 你層次不夠的話 運轉起來就 有很大的主義 對不對 當然還有其他問題 立法的問題 比如說台灣現在這個 這個追蹤處置的法案 管理法都沒有很詳細的規定 所以這個追蹤處置計畫 對於這個處置計畫的 做研究的人 或是做工作的人 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法律根據 來依靠說 我要做一個很粗糊的 挖一個井 都沒辦法 我把它出任 所以這個困難 如果有一個立法的話 他在做工作推動的時候 有一個法的規定的話 台灣到底應該是守法的國家 民主國家大多都守法 大多都守法的話 大多都守法的話 你有法根據的話 你根據做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自由做下去 那這個有一個守法 這個另外的問題 那個 大多都守法 您就叫做 建議今天今天兩者的內容 非常有感 有很多地方 就是說 觸及到我們國家 長期的和對調都可以吐 比如說 我們過去 一直想把外交 對到國外去 這很多類講想 現在你也提到說,這個事情幾乎是做不下去的 德國經常確實沒有一千里,我們國家的外交環境有多高 這個國家的經驗沒有 第二點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廢料,但最後就是自己的料理 一定要自己做 當時很多在座我相信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說,我們國家的地方,哪有機會找到 這個又是地震多,然後這個三分圖的時候一大堆怎麼辦 其實我們永遠找不出像美國這樣的廠子 也找到中國和氛圍的廠子 我們只能找到我們境內相對最好的廠子 就如此而已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智慧的地方 大概大概最後才想像這樣的情況 對於怎麼做,我一直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八十、九十年以後的事情 就是在座我最年輕到二十歲 活到場面百歲以後 說不定一點點機會看到 其他一個看不到 所以,我剛剛那句話這樣提到的話 就代表說,2017報告大家怎麼看它 那就隨你了 因為說,我們絕對不會在2017或2027、203期 所以,有任何significant結果的可能性 看起來也太高 不過回過來,剛提到專責機構的事情 很像說,提到一些background 因為說,這個問題在十年前 大家就希望是一個專責機構 也就像卓蘇提到說 台電的後段率是太低了 他做高放低放的總共,我哥 我哥要做高放低放,答有可能性嗎? 可能嗎? 那他的層層上面 從副總到總經理到總管理大位 所以他沒有決定權 他的任何的意見,總統都不講 所以,大家都希望有專責機構 所以後來經濟部台電 確實會發出一個行政法 的專責機構 但是,大家看到完以後 傻眼 這個專責機構和預見的是完全不一樣 兩回事 它是一個組織 然後用後段的錢 可是Mission 他最主要想做的事情 當時想做的 第一個是 他非要再處理 第二個 不是境外處理 所以,就是說 你會傻眼 他要到底要賣出的東西 那,大家也都曉得說 這方面的專家 大家也都曉得說 台電做得重要 他的專業病排 因為台電是一個發電機構 你也知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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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那他們在 和貝爾的燃料程度 或許比較有限 所以,大家都是以拖待變 把他留到下一個月 直到最近還有一個末代老鼠 就說事情暴躲 那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個專者機構 就成為一個大家 它可以說 該處理吧 這樣的專者機構 那,所以呢 這個 我給你一次對它 是非常遲疑的一個態度 那,希望說 用另外一個 這個專者機構形式 他的專者機構形式 很多 您提到美國是一個 像私處成績 但是呢 劉某呢 後來的成立並不成功 這16年來 劉某呢 是屢次碰到很難 因為他沒有公權力 他沒有辦法去做 選職工作 最後結果還要回到政府去 所以劉某面臨這個改革 這樣子 那這個台電當初想說 劉某面臨這個系統做 可是呢 我們的法律系的 就叫做 法學幫的學者的話 都認為說 因為我們沒有 他說 法人 略平權力 做不了選職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最大的分析 那這個 目前的想法是說 希望說 放在公家機構 就像說 放在部門底下 也四處成績在 一個單位 去成立一個專項機構 但希望 Technique 實ục要活一點點 那就有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這裡就是一些 很難 很難亮的 很難處理 我 我的時間給他們聊 沒有問題 我自己再聽就沒有問題 就問一下 今天 logical head of the book 我想你應該是強調說跨部會 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 他的很多不同部會的表現 應該已經一樣台電或說是以前的經濟部 因為這考慮了很多國王部的 水保局的 很多不同的單位 很多社會的很多溝通很多文化 應該卓吳是講的應該已經是一樣的層級 因為真的要推動必須要有這樣跨部會的事情 第二個是順便請大家 我應該要讀的是一個比較無數性的問題 就是說 在你譬如說這幾年 有在研究這種Dipoho 你覺得說這樣子的處置方法 現在的可行性怎麼樣 這個Dipoho 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不同的處置概念 Dipoho的話就是說 因為現在處置庫的 目前的深入處置庫的 以地面講解它是說 400公尺到500公尺 處置的方法就是 我挖一個樹井 然後這樣子下去 然後處置庫的位置大概是平面這樣擺 然後就這樣擺了 看看你要多少平方公尺 Dipoho的話就是說 它完全不同的概念 它挖得很深 大概幾公里深 四公里 五公里深 這個磚井呢 挖井的基數是有的 就是我可以挖井 可以挖到 可以挖到那個 現在因為 採油啊 採天然氣啊 這個技術 目前的技術已經可以挖到超級公里了 現在目前的美國呢 有在做一些 挖這麼深的井的實驗 但是就我了解 它的目的 不是高階 或是默染料的這種組織 它是有一些 應該算是中期的 它有很強的社員 美國有一些 美國有一些 放特性的社員 就是像 C賢文的 他那個 他很早以前 在組裡後 特別把這個 C賢文其他東西 把它提供出來 做其他用的 那這個東西 現在目前 沒有地方擺 他放特性非常非常高 那現在有想法說 我現在歪很深的 Dipoho 然後他因為那個 那個井的半徑沒有 的直徑沒有很快 忘記大概是 我不曉得是幾公分 十公分到十五分之間 很小 小小 那你那個 很強的 放特性的社員的話 可以交一個基礎管 可以塞進去 像垂直塞進去 然後做一些工程平站 那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這些 高放特性的社員 那個儲存的問題 你要用這個方法 去做這個高鐵 或是用過燃料的 你的井要很大 除非你把這個燃料樹 分開 一個一個燃料棒 一個一個燃料棒放 燃料棒就很大 一個燃料棒小小 那就可以放進去 但是你要這樣放的話 你就要挖好幾個井 他當然不是說一個井 一個井可以放好幾個 比如說 你可以挖到四公里 五公里的話 你可以用的部分 可以到處置廠的部分 應該是很長 可能有 我不曉得兩公里 假設也是一公里 兩公里的話 算別的工程平站 還有兩三公里 所以它可以用的長度 所以還是蠻多的 如果你 假設要拆開的話 第一個拆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你要重新包裝 如果不拆的話 你要裝一個罐子 光光假設 每一個罐子 裝一個燃料樹的話 也是蠻大的 比十幾公里還要大 所以現在目前還沒有 還沒放到裡面 那現在目前 研究在14的長度 只是比較細 謝謝 這裡有一個問題 好 請你坐下 好嗎 沒有關係啦 我當老師站起來 太習慣了 剛剛說 你也提到說 大騰號 最終組織 也有提到 地下組織場 那我要稍微讓你了解一下 那個地方是不可能 而且也是不符合的證明 為什麼呢 第一點 這個是大騰號的世界 花蓮跟蘇澳之間 它是屬於泰亞族的保護地 就像美國的原住民保護地一樣 白銀是不可以隨便去動它 而且呢 根據我們的原住民法理 規定 你要做什麼設施 一定要先經過原住民的寵物才可以 所以現在 台電根本都沒有做任何工 所以那個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要再告訴你一個 泰亞族應該是 台灣原住民裡頭 我認為 最兇悍的民族 所以我要靜靠台電的官員 他們要小心一點 不要當初出草的特效 在我的地址觀點 前幾天 你應該還在台灣 27號晚上 11點多 台灣開始地震 所以你應該有感受到 我還要感受到 你有感受到 對啦 那就對了 我還要在台中的時候 不管你這樣 就有感受到 那個地震是 就是在花蓮跟蘇澳中間那裡 然後那個地震一開始是5.6個地震 然後緊接著 那天晚上到隔天 一兩天之內 發生了二十幾次 都是四公里 四以上 小的更不用說 所以這一點就表示說 那個是一個地震很活躍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會去想說 我們去把核材料儲存場 蓋在那些地震 而且那個是淺層的 十五公里 那是非常淺非常淺 地震的中心淺層 對 才十五千層 這是淺層的沒有錯啊 所以那個地方 就是說真的是不符合正義 然後剛剛也有人提到說 那個是一個什麼 羅清華的碩士路 羅清華跟他非常熟 然後那個地方呢 你剛剛也有提到說 那個是花崗 那個是母顏 那是柚的母顏 其實是錯誤母顏 那個是花崗顏的變磁營 它是經過高溫又高壓 不錯又過 所以已經不是 你們想像中的那個 它其實不是花崗顏的basement 它是換裂下來以後的fragments 掉到那個大高 謝謝 Anyway 那個還有很多樣的 謝謝 我剛剛就是提到說 我一個 就是說我覺得剛剛幾位教授 我沒有提到的問題 我想我2017年的 這包括我剛才提到說 其實評審審查的重點應該是由台灣的 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來做行 地址是一個部分 水紋也是一個部分 工程屏障的設計的 工程的材料的人員 這也要參與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重點應該是放在台灣的專業人員 各種不同的音樂專業人員來著 因為你們比較了解 我沒辦法台灣了解 而且我自己本身不是 像你們對於哪一個題目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用專家這個名詞 並不是一個好好的名詞 如果每一次聽到人跟我說 我是什麼分手 我說不對啦 我是一個有經驗的 有實際上精的一個專業人員 那我是希望你們有機會的話 對於這個2017年的報告 比較關心你們 可以跟其他的 你能夠接觸到的 比較有影響力的人才能反應 我這種看法 謝謝 好 那就OK 好 那就OK 那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那是你剛剛的 有問題就私下 對 我對我講解 因為 感謝今天這個投博書 不用我才看得到 因為我們這些老前輩 就是我們看得到的 我也是 吞冬茶 這個八個月 睡覺 動公車 我都照顧他 用六千塊 這就是那個 後來聽聲的 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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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民黨之後 國民黨主來的 李毅座 你看現在幾六千塊 現在那個四千塊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所以說這個以前 美國 給我們的東西叫美國 全回收回去 叫美國 對 以前白漢 北漢 美國人黨 白漢 白漢 差點不回來 美國人黨 老人家 所在 要求他們 原住民 現在要去台東 你怎麼會 台東 放人家 不然去當中華民國 五秋 五秋 他也不愛 要這樣 這台人 造業 要去 我就跟美國 你就 我們說得很好 我們 放這個 給我們這 這台北漢 天津台灣 沒有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台灣沒有了 我幾個 以前 行春三次 有 首先很麻煩 人家 人家 那些人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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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我現在說我現在的法庫在法庫現在也有 所以說法庫今天我們這個議題不錯 這就是完蛋的事,我們都說自己的利益 不然叫他們我們沒有,叫他們沒有,沒有來唱歌 沒有來唱歌,我們都說中學行叫他們沒有一位老人 我們錢還給他們,我們錢還給他們嘛 所以說今天是法庫你們才會用 以前像武術的電子,我們這次他比較早也是美國民族 他只能寫國文,四十幾個 人家電子一直說,但是國民黨一直說,他一直愛 好,可以請你台灣來,現在正當問題了 不然他也是要擴大廠的,現在不是 現在何一也是擴大廠的,他也是要擴大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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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剛才做到這個地方呢,聆聽各位呢,給言論會也好 為台灣核能發電相關的一些,核廢料相關的處理這些,一些建言 我都聽到了,我都聽到了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經過這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以後 各位的意見基本上呢,坦白說 我們教授通常都只會講,講很多 但是呢,最後還是要做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希望找到大家一個共識 因為我發現剛才大家都講了很多 講了很多,有些不見得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核廢料將來的相關處理,一定要做解決 所以呢,我是剛才在這邊想的一個,事實上這幾天我都在想 我希望就是說,可能如果大家覺得可以提供一個各位另外一個思考方向 台灣現在目前的執政的縣市,綠色執政,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很多 那我覺得以後呢,這些東西都是要跟地方結合在一起 那各位,每個地方的首長,suppose,就找他們來開會 我們針對剛才所講的,我們所有的相關報告 我們就找了一個最佳的 最後,inventually,如果要民主就投票 那覺得選擇呢,那大家一定要拔持下來 否則的話,我們永遠無解 我們永遠無解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我希望,因為現在是這樣 既然,新政府呢,是要廢核 那這些東西是一定要投入 那在這種情況下,剛好有這個機會 又是,執政黨基本上呢,他cover這麼多的執政縣市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我個人看法是覺得,這樣做 因為你是民意首長,你代表就是你那個現實 OK,大家不應該有本位圖 不應該有,台灣島多大 四百多公,對不起,跟我講完好嗎 OK,有四百多公 那四百多公里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坦白講 就算是把它擺在別的地方 如果發生問題的話,我們都會感受得到 沒必要 但是呢,如果我們從科技的角度呢 技術工程的角度,各方面的考量的角度 覺得某個地方是最適合的 那坦白講,也只有,要接受吧 OK,所以我剛剛講 這不見得就是很成熟 但是呢,我還是強調就做 大家講到最後,一定要做解決 我是學工程的,特別是機械工程 那坦白講,工程跟science不太一樣 science是理論,他們可以誠意的很高 但是學工程呢,基本上最後就要做optimization 最後就要做妥協,compromise 那這個東西非做不可 剛才很多,我聽了很多,沒錯 我們自己的,你就可以為死的 當然是我們自己的衝突 但是我很高興,我還是要強調 我很高興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聽各位,那我也很高興,有這麼多人 而且問題呢,不斷地提出來 就不同,就不同的剛剛這一位 他也是很快想發言 很好,這很好 在這個地方我特別強調一下 謝謝,那我希望各位隨時給我鞭策 今天這時間呢,就全部交給你了 好,那邊問題OK的 我要講一次,我是學地質的 那以我對台灣的地質大環境上的了解 我不認為台灣能夠長到一個 可以把所有的這些高階核廢料處理掉的場地 所以可能要思考我們有沒有分散處理的方式 謝謝 這個是現實問題 是我同意,我同意 但是我剛才也講過 假使我們要做境內處理的話 OK 那麼,甚至境外,就是台灣附近的海域 我們一些複製的地方 像金門、木丘或者這些 就如同你所講的 就地質的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沒有一個適當的 那站三號從工程的角度上 一定有一個是比較好的 relatively speaking的話,應該是比較好的 我想左教授應該是同意的 對啦,我剛才有提到 目前你的辦法我選到一個完整 你不可能嗎? 你怎麼可能? 非常完整的 非常好 或者我要插一個嘴 你想想看這些isotope 這麼多年 坦白講 我們現在只能為我們 能夠看得到這幾年我們負責 或是我們forecast 或是predict 或是project 對未來的相關事情 可是 那也是有限的幾年而已 所以說你未來的環境根本就 剛才你所提到的 幾百年後搞不好都沒有人類的規定 這都很難說的 所以說我特別強調一下 更何況 我們周遭環境裡面 這麼多和人健常在見 坦白講 只要發生任何事情 我們都跑不掉了 都跑不掉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現在能夠現在 迫在一些要解決的問題 那support就應該要去做 否則的話 一年脫過一年 一年脫過一年 我們年華漸漸都老去 我告訴你 我們還是明白 很抱歉 我在這地方有點這個 OK 我同意你 如果能夠做到 我們當然是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沒有說 地址找不到 地址一定找得到 我們一定找得到 地址相對最好的一個 老師我講一下 假設 我們需要一個 A3 size大的 可以把所有的放進去 可是我們只能找到一個 A5的 對 那A5的就放上 放一點 然後另外再邊 另外再找一個 我同意 就是這樣子 不可能 我同意 不可能 因為 我特別強調講 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剛剛講 要找地方收掌來 不可能 找到一個最好 相對最好的一個地方 完完全全移 他就全部 全部收下來 他對他的民意 也沒辦法接受 我們可能可能 跑的時候 這個比較優好的 前面這排名 1 2 3 3 3個分散 就照你的意思 這是可以做的 這個是可以做的 謝謝 謝謝 你剛剛那個意見 你剛剛原來是good point OK 好 謝謝 他不是有 他不是有 就在那 這個 座台會是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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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